宴会上来的客人挺多 都是珠宝玉石行业的从业者和爱好者 有自由职业 类似翡翠独食爱好者 也有像蒋世黎那样的大老板 这些基本上是爱情柔帮忙邀请过来管理的 这次爱情柔也只带了两个闺蜜 艾米和杰西卡 她新公司的事情很多 要不是看在赵安面上 还不一定出席这样的开工仪式 赵安则是初出茅庐 浩大喜功 急切地想向四周展示自己的风锐 所以才上赶着举办这个劳民伤财的一事 爱情柔带着赵安 给他介绍着往来的宾客 这位是冀州的赵老板 从事铝合金行业 对我们这行却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赵安笑道 那我和赵老板500年前还是一家呢 非常感谢赵总的光临 赵老板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有着燕赵男儿的高大身材 只是年纪稍大有些走行 他爽朗地笑道 哈哈赵老弟 老哥我丢人啊 前几天的新闻不止两位看了没有 赵某丢人都丢上热搜了 赵安笑道 是前几天天价卖翡翠原石的新闻吧 八千万买了块原石 结果只开出三百万的油青帝翡翠 下次赵老哥找我 帮你买到让你满意的原石 赵老板笑道 老弟的声明我在圈内 也是偶尔听说一些 知道老弟你出售向来不凡 不知道老弟下次去缅甸是什么时候 老哥我不求别的 只求老弟给我留一块石头 我就喜欢自己切的乐趣 输赢其实无所谓的 赵安笑道 好说好说 等缅甸的局势稳定一些 我肯定要再去缅甸的 到时候肯定通知赵老哥一声 赵老板哈哈一笑道 那我就静等老弟的佳音了 爱情柔又带着赵安 同蒋世林攀谈了几句 蒋世林热情地对赵安道 我刚开始在江城的时候 就知道小兄弟不是池中之物 这下子彻底起飞 还是翱翔九天之上 赵安谦讯道 哪里哪里 蒋老真是过奖了 蒋老纵横翡翠江湖的时候 我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我入行以来 就经常听说蒋老的传说 蒋世林笑道 哈哈 那有什么传说 还不是当年跟在爱志远屁股后头 捡点他吃剩下的 爱情柔笑道 蒋老可别这么说 谁不知道你蒋老 在蓬城一方独大 蒋世林呵呵一笑 说道 看来以后的翡翠江湖 要比以往都要热闹许多了 一场晚宴下来 赵安也结识了许多人 大多都是赌食界的豪商 也有对鸡血时感兴趣的珠宝商人 期望能在赵安这里 见识下新开的矿山 能否打破桂林鸡血时 上不了台面的残酷景象 晚宴之后 赵氏矿业的人 安排宾客们入住酒店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爱情柔被安排到和赵安同一家酒店 去酒店的路上 爱情柔邀请赵安同坐一车 赵安欣然答应下来 爱情柔看着身边正经微坐的赵安 淡淡地说道 你知道你走以后 深程又发生些什么事吗 赵安笑道 没怎么关注 有什么好消息 说来听听 这家伙又在装傻了 爱情柔淡淡地说道 我爸爸坐着轮椅 试图挽救爱事与水火 不过在我看来也只是徒劳 但我要说的 不单是这个 赵安道 我还有什么好消息 要给我分享的 爱情柔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你走之后的第二天 王延冰未知的病情加重 并在当天早上 死在了华山医院 罗恒涛的案子 也在前几天宣判 因为故意杀人以及谋杀罪 判了个注射死刑 罗家彻底败亡 因为罗俊豪也死了 罗恒涛的几个情人 写歌字的私生子 忙着争夺 罗恒涛的遗产 赵安恍然大悟说道 你给我说这些 关键就是私生子这个事吧 说吧 爱良业什么结局 爱良业殴打罗俊豪致死 属于过失杀人 判了15年 爱情柔淡笑道 听说罗恒涛认罪时 开的条件 就是把爱良业的罪名给定死 那你的便宜后妈呢 赵安道 那个叫和什么捐的 爱情柔道 和美娟同爱良业一样 恕罪并罚 判了15年 亏得我爸硬撑着 坐在轮椅上 大力的斡旋 还是避免不了他凄惨的结局 赵安笑道 一点都不惨 就凭他害的你我 差点葬身大海 判他个就地枪决都不为过 爱情柔嘶笑非笑的 看了眼赵安 说道 我的意思是我爸那样 也就是做给我看的 赵安假装没听到 说道 是吗 无所谓的 哎呀 酒店到了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了 车子稳稳地停在酒店门口 赵安还是没有先行跑路 而是很深思地走到爱情柔的车旁边 给他打开车门 爱情柔微笑着 优雅地下了车 说道 谢了 可惜的是 没有小费 赵安笑道 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小费什么的 有当然更好啊 两人相视而笑 各自回了房间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就是赵氏矿业鸡血石矿山开工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范阳特地找人算好的 定好八点举行仪式 上午十点正式破土动工 公司动用了十多辆车 再加上三辆大巴车 把宾客们送到矿山现场 现场已是不知的采气飘飘 高空还有气球飘带 上面写着庆祝开工之类的话 总公司的CEO徐文倩亲自担任主持人 这个冰山美人难得露出淡笑地走上主席台 说道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非常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赵氏矿业 在贵省龙盛县大方山鸡血石矿山的破土动工一时 一番开场白之后 又叫赵安上去说上几句 嗯 其实说的是请我们年轻有为的赵总上台致词 赵安拿着话筒 走上台 看着台下各种看向他的眼神 他的心中感慨万千 豪情万丈 赵安淡淡地笑着 说道 现在的市场以及互联网络上 对我们桂林的鸡血石都存在很多的偏见 导致我们的鸡血石 在市场上一直都不怎么受欢迎 但是今天 我要说的是 我们赵氏矿业的这个矿场的开工 意味着这样的局面将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大方山矿场将会大量地出产 堪比甚至敢说超过江浙昌华的鸡血石 成为下一个 能够出产玻璃洞鸡血石 以及大红袍鸡血石的极品矿场 而我们矿场 也希望能够有机会 在未来的时间内 同国内各大珠宝业商户 进行紧密的合作 最后 谢谢大家的光临 我是赵安 让我们一起携手 创造更多的财富 谢谢 接下来就是祈福一世 一般像这种矿山开工动土 都是有讲究的 项目经理范阳就专门请人 宣好了今天 作为吉日 保佑开工过程中的平安 再有风水大师 带着赵安以及矿山上的头头 准备供品 焚香放便炮 接着风水大师 又拿了一只活公鸡 口中念念有词的四方祭拜 赵安里的禁血 勉强能听到 日吉时良 矿山开张 三星拱照 四方吉祥 六亲祝贺 百事奇昌 天长第九 第九天长 大吉大利 平安大吉 赵安心里吐槽道 不是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的吗 你看这鸡都在你的手上了 又见风水大师 掐破公鸡的红罐子 挤出鲜红的鸡血 在虚空中上中下 各点了三下 继续念念有词道 此鸡不是非凡鸡 而是天上的预先鸡 下落人间不曾飞 今朝来此鸡天的 天吃一口 地吃一口 人吃一口 日吃口 月吃口 星吃一口 年吃口 月吃口 时吃一口 一番冗长的鸡导之后 风水大师丢掉公鸡 又拿起白酒 再次鸡导一番 最后联合三口 都喷吐出来 再倒三杯 倒入地上 然后又给赵安倒了一杯 说上一些吉祥的话 赵安拿出准备好的红包缝上 风水大师就说 可以动土了 于是赵安拿起锄头 在指定的地方挖上三下 再放上一挂鞭炮 整个仪式就算完成了 有道是鞭炮一想 黄金万两 早已经叙事待发的 十多台挖掘机 齐齐出洞 从各个方向往山上而去 这些挖机并不全是赵安公司的 有些是当地土师方公司的 现在的矿山并不是完全裸露 上面还有很多的地方 还盖着厚厚的土层 所以范阳向赵安汇报了一下 干脆把这项工作 外包给当地的土师方公司 让他们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样子把矿山上覆盖的 泥土挖运走的工程 专业的术语叫做戒盖山 而赵氏矿也也购买了 五台大型的挖掘机 以及两台装载机 是专门用来开采鸡血石的 古时候开采鸡血石 由于当时鸡血石露出岩石表层 古人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开采 在露出岩石表面的鸡血石上烧柴 岩石全部烧热后 用冰冷的溪水浇泼 使石头分裂 再用铁铲很容易挤把鸡血石踩下 这样的猜法稍有裂纹 但鸡血石在没有开采出前 很可能多以变黑或变暗 而采出量也非常小 但现在有了工程机械 以及火药爆破 生产变得更加轻松便捷 虽然可能对鸡血石产生一些破坏 但相对于产量来说 就不值一提了 范阳亲自指挥这一台 大壁上装着破碎锤的挖机 开到一个指定的地点 赵安对范阳说 这是另一个风水大师的点化 专门指点来作为开工用的 实际上这个地点 是赵安特地用真眼侦测过的 裸露的林寻怪事堆里 就藏着几块鸡血石 其中一块还是其中的鸡品 赵安的真实之眼 对这块鸡血石的介绍是这样的 桂林鸡血石 重量4.4千克 血色为珠红活血 质地为羊之洞 净度为无暇级 血量为35% 估价为45万人民币 这个就不显示为加工了 直接给出了估计 这是因为鸡血石的加工和翡翠不同 好的鸡血石都不加雕琢 以做印章为罪宜 可以这么说 凡是加雕刻的鸡血 一般都为遮掩其次 是不足为贵的 只见挖鸡师傅操作着破碎锤 钉在石头上 钉钉钉地破碎起来 没多久怪事就碎裂来了 当然这一下什么都没有 用破碎锤的铅杆 把碎石拨到一边 继续下一块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 戴着安全帽的范阳 双手抱着一块火红的石头 飞奔过来 一边跑 一边还大喊着 出血了 出血了 耳朵好的客人就纷纷议论道 今天刚开工 盖山都还没开街 这就出血了 怕不是为了噱头 唬人的吧 有人符合道 就是我听说 这个赵总 以前就是个毒匪催的 他哪里懂什么鸡血石吗 也有人说 怕不是从哪里买了块石头 拿来做今天的噱头吧 等到范阳跑到跟前 抱着石头对赵安兴奋地说道 赵总 真的神了 大师指点的方位 果然是大吉大利 从那里打下去 果然出血了 赵安看了眼这块石头 接过手来 抱到主席台上放下 大声说道 这是我们矿场 出产的第一块鸡血石 现在请大家都来参观评判一下 嘉宾们蜂拥向前 不管是新的 心存疑虑的 都要眼见为实 只见这块鸡血石 珠红的血色成块状均匀分布 艳丽的血色凝而厚 质地细腻 良知洞地上还残留着 没清理干净的碎渣 真是鸡血石 人们心里之大抽抽 而且明显是刚刚开采出来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赵安的这个矿场 真的如他说的那样 产量好 质量高 前途远大啊 蒋世林也仔细地看了下 笑着说道 赵小兄弟 这块鸡血石 色泽艳丽 浓厚的血色像是活的一样 良知的洞地品相也是极佳 所以我想问的是 你这块鸡血石卖吗 赵安哈哈笑道 别的都还好说 这是我矿场出产的第一块鸡血石 纪念意义远大于它的价值 所以蒋老 抱歉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您可以派手下的人 跟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具体的联系 至于您老 还是跟我去参加达谢庆功宴吧 蒋世林大笑道 那好 咱们走 赵安又带领一众宾客回到酒店 再次举办宴会 达谢嘉宾 感谢他们的光临 宴会上 很多从事珠宝行业的客人都委婉地表示了合作的意向 赵安把这些通通推给了徐文倩 这个冰山美人一开始 也以为赵安是那种爆发户 来个公司也只是玩票兴致的 即使买下坦桑尼亚的矿场 开始出产了 都没有让他改观 结果这次贵省矿山的开工 特别是第一块鸡血石的出产 让他对赵安的印象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开始觉得赵安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平时的放权也当成了对自己的信任 偶尔还从别的地方听说一些 翡翠圈对赵安过往世纪的评述 自行脑补一下 更是把赵安的形象拔高的三分 对给赵安工作 特别的自己身为CEO的工作 更加的上心 五月也没什么好说的 无非是赵安同嘉宾们 互相吹着彩虹屁 花花娇子人人台 赵安俨然已经成为了珠宝玉石界 冉冉升起的新星 特别是得知赵安在坦桑尼亚 还分别有两个蓝宝石和坦桑石的矿场后 一个肥头大耳的月省客商 就拉着赵安不停地恳求道 赵老弟 别的先不说 你们公司的出产的蓝宝石 能不能优先供应我一批 赵安为难道 这个目前确实出产了一些 只是现阶段的物流环节还没打通 胖客商大到枯水道 实在是我名下的好几家店 现在都面临缺货的局面 最近克什米尔的局势也不太好 我往常的上游供应商 又做低起价 你说涨个两三成都还能理解 那家伙直接涨了七成 这完全是不给活路吗 一点缓冲的余地都不给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忙你都要帮帮老哥我 赵安一挑眉 笑道好说好说 胖客商看赵安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模样 一咬牙 说道这样赵老弟 我给你按原先的市价 每个级别加三成 并且我来负责物流的费用 只求赵老弟给个博面 交个朋友 赵安笑道 老哥这么有诚意 我还能说什么 祝我们合作愉快 哈哈爽快 胖客商哈哈一笑 说道嗯赵老弟 合作愉快 宴会非常的成功 赵氏矿业至少跟十家商户 达成了合作意向 结束宴会 除了爱情柔 其他客人都陆陆续续 各自回去了 赵安也不避嫌 直接拉着爱情柔 参加公司会议 并介绍到 爱总在我创业道路上 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启发 以后公司的产品 都要优先供应爱总的企业 包括坦桑尼亚的保时矿产 除了第一批 供应给月省刘胖子外 后面的都按我今天说的安排 徐文倩道 好的赵总 对于分公司的架构 你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赵安笑道 别的先不说 对于矿山的筹备 到今天的开工仪式 范阳的能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分公司的经理 就由范阳担任 并且挂值上升到 总公司的副总 希望你再接再厉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公司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最后两句是对范阳说的 范阳露出感激T0的表情 站起来说道 放心吧 赵总 我会努力学习 争取不负你的期望 赵安接着说道 还有一个 就是安保方面的工作 我已经交代给杨帆 让他招募并训练一个强大的安保队伍 范阳这边要多给予他一定的配合 另外最好是能申请一下持枪证 实在不行 也要让当地的机关单位 派遣一个警务处 范阳道 好的 赵总 我会按你的吩咐 保质保量的完成 赵安 分公司的其他工作 由CEO徐文茜和你配合着完成 徐总 这边的事情就辛苦你一下 等这边的事了 你再回到江城主持工作 徐文茜道 好的 赵总 赵安笑道 其他的我就不善权了 交给你们这些专业人才 OK 散会 赵安带着爱情柔出了会议室 爱情柔一边走 一边笑道 你还真会当摔手掌柜 赵安道 那我出那么高的价钱 就是要让他们完成我不想干的工作 我也没有你那么强大的秘书团队 所以我只管大的方向 其他的全部放全 放手让他们去做 只要能达成最终目的 谁来做不是做 爱情柔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的能力不在管理公司上 你应该有更大的价值 听说你打算再入缅甸 赵安笑道 你有兴趣 爱情柔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新公司刚刚建立 一穷二白的 赵老板也不说接济一下 又来了 又来了 赵安心道 这次你的美人计可不一定管用了 见赵安不说话 爱情柔气的用高跟鞋踢了他一脚道 你这人 非得我开口求你才行的吗 赵安笑道 我也没这样说啊 我只是在考虑 怎么分成的事 爱情柔道 这次缅甸之行的费用 还是由我全权买单 开出的翡翠由我全部吃下 我会给你估值的七成 事先盛名 我要打白条 赵安笑道 七成也行 白条也没问题 爱总准备一下 我随时准备出发 爱情柔娇称道 我都说了 不要爱总爱总的叫了 赵安笑道 情柔 行了吧 爱情柔惊喜的看着他 满意的点点头 说道 我先回深城准备一下 然后我们在瑞丽会合 怎么样 赵安道 可以 你安排 我放心 送走了爱情柔和艾米他们 赵安也叫上王冰 坐上了回江城的飞机 飞机上 王冰对赵安 对赵安给他的战友的安排 不停地表示感激 赵安笑道 我这也是人尽其能 物尽其用 用不着感谢的 王冰道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在部队待久了 跟社会还是有些脱节的 我吃过一次亏 不想他们走我的老路 而他们的心思相对单纯 在矿山上工作 既能让他们发挥才能 还能慢慢地跟社会接触 而且老板你给的待遇真的不错 所以余情余力我都该感谢你 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赵安笑道 感谢就不必了 努力工作吧 早点再成个家 才是正理 天黑之前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江城机场 王冰开车 把赵安送回水岸花都 正好李芷苑也下班回到家里 赵安问他吃了没 没吃一起去外边吃点 李芷苑道 我赵大老板心情不错 是有什么好事要分享吗 赵安笑道 我本来心情就很好 见到你 我的心情就更好了 李芷苑笑着捶了他一下道 油嘴滑舌 赵安道 滑吗 那你要不要尝一尝 李芷苑哼了一声道 我才不要 走了 准备请我吃啥 吃饭的时候 赵安把近期要去缅甸的事 给李芷苑说了下 李芷苑皱眉道 啊 又去缅甸 那边不是还在混乱的吗 赵安笑道 最近要好上很多了 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混乱了 李芷苑道 那这次是谁跟你一起去 李秋水 还是那个爱情柔 赵安道 李秋水最近好像很低调 就不叫他了 这次主要还是陪同爱情柔 他的公司百废待兴 需要采购一批翡翠 李芷苑哼了一声说道 那我也去 赵安错愕了一下 随即笑道 行 都可以 只要不耽误你的工作 我很乐意有你陪同 其实这样也好 我们可以先回一趟滇生老家 见一些亲戚朋友 或者我们自嫁回去 一路游玩也行啊 李芷苑开心道 好呀好呀 我这就打电话给老李 让他帮我请假 我们明天就走 李芷苑打给李振国 说要请半个月假 跟赵安回趟老家看看 李振国更大方 直接给批了一个月 还说什么可今晚 玩够了再回来 实在是最近江城 随着寒家的倒台 风波少了不少 李振国又是实权领导 这点小后门还是能开的 二人吃过饭回到家 李芷苑就火急火燎的收拾行李 采购物资 赵安则在一旁打电话 让公司的人帮忙办理护照的事情 上次去缅甸 用的是爱情柔办理的临时护照 这次多带上李芷苑 还是办理一下 方便一些 次日一早 王冰就来到水岸花都 先把保时捷开去保养了一下 回来之后 又拿着赵安给的证件 去了趟公司 赵安给他交代道 你让公司的人 顺便把你的护照也给办了 然后就自己坐飞机 在你老家瑞丽等我们 王冰点头道 好的赵总 把行李搬上保时捷 赵安开车带着李芷苑 开始小情侣二人的第一次国内自由行 这次旅游没有其他人一起 让李芷苑更加的放松自在 好似天性得到了释放 一路上哼哼唧唧地唱着歌 尤其是上了高速之后 又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零食 毫无形象地吃了起来 自己吃还不够 偶尔还分享给赵安道 嗯这个小鱼干很好吃 这个鸡肉块也不错 你要吃开心果吗 这家的开心果特别好吃 赵安扭头看他 故意舌头舔了下嘴唇道 我觉得还是吃你要好吃一点 李芷苑笑道 呵呵开好你的车 赵安又说道 你说的这个开车 他正经吗 李芷苑媚眼如思 笑道都行 这次游玩并没有准确的目标 时间上也不是很紧迫 就没有按照最近的路线行驶 走高速S13转S61 再转S56 中午时分到达岳阳 登上岳阳楼观洞亭湖 又在洞亭湖畔游玩一天 当天晚上就苏在洞亭湖畔 第二天继续出发 路过张家界 又玩了大半天 下午继续出发 一路走走停停 想到哪里都玩到哪里 藏山 尔海 玉龙雪山 全都玩得差不多了 终于才在第七天的下午 赶到了赵安的老家 由于提前打过招呼的缘故 赵安从陆秀芬处 得知了赵家新房子的位置 驾驶着保时捷 直接开到了新家的楼下 带着李芷苑下了车 坐电梯直上18楼 出了电梯到了自家门口 赵安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陆秀芬 看到赵安身后的李芷苑 陆秀芬脸上瞬间挂满了笑容 拉起李芷苑的手就往里走 边走还边喊道 你们快来看啊 是谁来了 李都没李亲生儿子不满的脸色 李芷苑脸上笑眯眯的 可静门一看 屋子里摆了四五张桌子 二三十号人围着桌子 打牌的 打麻将的 制骰子的 都有 不用说 这些都是赵安的七大姑八大姨了 听到陆秀芬的声音 目光奇奇地向李芷苑看来 瞬间就把一项傲娇的小景花 闹了个大红脸 他也听赵安说过要见亲戚朋友 但这样的场面 还是让他始料未及 陆秀芬喜笑颜开的 给大家介绍到 这个就是赵安 在江城谈的女朋友 叫做李芷苑 愿愿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李芷苑事先也没准备 没想到赵安家里 给她准备了这样的惊喜 尴尬的只是白白手 干巴巴地笑了笑 还是赵安颜色好 赶紧从包里掏出几条 本来是给赵大成准备的流金岁月 拆开包装 挨个散烟道 二舅来尝包江城的特产香烟 二舅接过烟 瞅了一眼精致中 带着古典气息的包装盒 笑道 这烟怕是不便宜吧 赵安笑嘻嘻道 哎呀 就是土特产 二舅要是喜欢 回头带两条回去 转头又对另外一个男子 递上一盒道 三叔 好久没见 你这可发福了 来抽包江城特产 三叔也笑道 胆肥了 敢跟你三叔 我这样调侃 赵安依旧笑嘻嘻道 咱爷俩 谁跟谁 是吧 三姨越长越年轻了 来抽烟抽烟 三姨笑着接过 道 小安娜 女朋友不错哦 看起来乖得很吗 赵安得意道 那是 别看她娇滴滴的 她打架可厉害了 气得李芷苑 拧着她后背上的肉 来了个360度的大回旋 赵安依旧面不改色的 给各位亲戚们 发着烟 不时地调侃几句 终于还是有识货的 一个年轻男子接刀烟 偷偷地扫码一茬 忍不住惊呼道 我靠 这个留金岁月 一千块一包 老表 看来你真是发了呀 赵安笑呵呵道 哪里哪里 一般般 一般般 也就过得去 原来今天正好是吉日 赵大成特地选择今天 为新居举行进水火仪式 邀请了至亲好友 前来朝贺 碰巧赶上赵安 带着女朋友回家 离纸院去厨房 帮助陆秀芬操吃晚饭去了 赵安则跑到桌子上 陪客人们玩起了 扎金花 倒不是赵安有多爱赌博 而是这样的场合 身为主人家 陪客人玩画牌 已经成为了礼仪的一种 而且 扎金花简单易懂 老少皆宜 是这边最常见的消遣娱乐方式 讲好规矩的话 输赢其实也不大 这样的家庭场合 客人又多 总不能像开会那样 大家围成一圈 你给大家畅谈一下台海局势 或者抒发一下个人情感 家国情怀 那才是脑子秀斗了 人说小赌一情 大赌伤身 只要合理的控制 把握好分寸 亲朋好友坐在一块玩下牌 至少在活跃气氛方面 是其他娱乐所不能比的 而且控制好金额的话 是够不成聚众赌博的范畴的 规则就不用多讲了 大家都会 这不赵安一坐上桌子 就轮到他叫牌 赵安就问道 好多的底 就是底钱是多少的意思 有人说到 每家五块 二百封顶 赵安丢出一张一百的 说道 蒙五块 下家时赵安表哥 也和赵安一样 蒙五块 这样蒙了一圈下来 叫牌的权利又回到赵安手里 赵安瞧了下 他丢出去的一百块 接着说道 蒙十块 表哥不淡定了 抓起牌看了下 说道 不行 老表猛得很 我要看下牌 看牌后 淡定的丢出二十道 跟二十 后面的人也陆续看牌 有牌好的 有不好的 弃牌的 想偷鸡的 最后叫牌拳回到赵安这里 厂商就只剩四家了 赵安选择继续蒙 表哥继续跟 又有一家气牌了 再来一圈 厂商就只剩下赵安两老表了 赵安笑道 继续蒙 这回蒙二十 表哥脸色不变 说道 跟五十 赵安也笑容不变道 再蒙二十 表哥再丢五十下去 眼神挑衅地看着赵安 赵安从堂子里 捡出五块 道 继续 有本事就开 表哥丢出四十道 开就开 你蒙的 只要你同意 我们两老表 不存在的这些问题的 赵安笑道 那你先开 表哥亮出自己的牌 一个草花九 一个红心 K 一个方块A 赵安哈哈笑道 我还以为你多大的牌 原来你是在偷鸡 表哥撇嘴笑道 偷鸡就偷鸡 你亮牌 赵安把自己的牌量 反手拍到桌子上 众人一看 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赵安的三张牌 分别是梅花二 草花三和方块五 这三张牌的组合 在扎金花里 是最小的 表哥笑得最开心 嘴都还没合拢 就开始一把搂过桌面上的钱 笑道 偷鸡不是什么人都能偷的 也是要看人品的 人品不好 别说鸡了 毛都不会跟你扒一根 赵安呵呵笑道 这把事让着你 下把就不一定了 表哥笑道 下把也一样 我这个做歌的 可不一定会让着你 表哥洗牌发牌 众人叫了一圈 轮到赵安 赵安到 蒙一摆 要整就整大的 很明显 这把赵安作弊了 插下针眼 把所有人的牌 都看了个遍 敞上一家顺子 一家童花 表哥的牌是对八 赵安自己则是个对A 表哥是赵安的下家 提牌看了一下 笑咪咪道 这把鸡絮偷把鸡 跟你二百 顺子那家吃不准 选择弃牌 童花那家不信邪 还想挣扎一下 跟了二百 赵安笑着 再次丢出一百 道 继续 谁也别开 表哥也丢了二百在堂里 说道 不开就不开 童花那家 她见识了他俩的邪性 七牌了 赵安没理由七牌 笑道 继续 就这样跟了七个来回 堂里的钱都累积了两千多了 表哥也额头贱憾 仍旧不服输道 再给你二百 不开 赵安见好就收 笑着丢出一百 说道 你不开 我开 说着又翻手把牌拍到桌子上 一张十 两张 A 对A 表哥气得只拍桌子 咒骂道 骂得 老子对八 蒙都让你小子蒙到了 童花那家更是郁闷地说道 我还是清一色呢 都让你们瞎趴下了 赵安收回真眼 笑呵呵地收起 堂子里的钱 洗了下牌 说道 这样 我们不玩炸金花了 我们来斗牛牛 我来当庄 牌都有你们发 你们随便下 怎么样 赵安这样做 也是不想再作弊下去的意思 跟亲戚朋友玩会小牌 偶尔作弊玩闹一下 调节气氛是可以的 一直作弊 那就没人心了 或者说不当人了 赵安真要赌的话 有机会可以去豪静 那里是华夏 唯一可以合法赌钱的地方 凭他的能力 赢上几千万几亿的 也不是太难 但仍然没有赌市来得快 表哥笑道 牌都有我们发 看来你今天指定 是要当散财童子了 散不散财 无所谓 斗牛这种玩法 赌性大 只要没人出千 那完全就是靠运气 运气好 能一赔三 乃至一赔五 运气不好 反而会倒赔出去 赵安从行李箱里 掏出几万现金 放到裤兜里 只留了一万 在桌面上 拍了一下道 来来来 发牌了 买定离手啊 这气派 还真有散财童子的模样 表哥兴冲冲地发起了牌 开始了斗牛大赛 赵安一开始 还能赢上一点 后来就是输多赢少了 桌面上的钱 也是越来越少 又从兜里掏出一万 继续给大家发钱 一直到陆秀芬通知吃饭 赵安的现金 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是气氛烘托得很到位 参与的人 几乎都赢了几千几百的 无不是喜笑颜开 兴高采烈的 但看到赵安依旧面不改色 笑咪咪的模样 大家也都意识到 赵安是真的发财了 而且是发大财了 所以看赵安的眼神更加热情 说话间也开始刻意照顾赵安的情绪了 吃饭的时候 赵安又带上表哥 下楼去搬了两箱路过前周买的酒 表哥看着漂亮的不像话的保时捷 愣愣地说道 老表啊老表 看来你真的是发大了呀 赵安笑道 这车也就二百多万 算不上多豪华 有时间去江城弯弯 我车库里的车随便你开 表哥吐槽道 你这逼装的 一点都不清新脱俗 赵安笑道 麻溜的走了 长辈们还等着你这好酒开席呢 工程交错之间 结束了今天的晚宴 赵安一家人陆续送走了 前来祝贺的客人 这才歇息了下来 没想到才歇息了一夜 第二天又准备出行了 因为爱情柔一早就打电话来 说他人已经到瑞丽的 问赵安准备好没有 好了马上就走 赵安说道 我也想马上走啊 可是我刚带女朋友 见了七大姑八大姨的 这马上走不太合适吧 爱情柔道 那我不管 时间紧任务重 你以为我像你似的 可以当个甩手掌柜 什么都不用管 命令一下 就有一堆人抢着给你干活 我这儿不行 新公司里现在还是一团乱麻 赵安又推托道 那我的护照还没办理下来呢 爱情柔笑道 大哥都什么年代 缅甸可以落地签 商务签甚至电子签 都是可以的 赵安建推托不过 就叫上李纸院 开着保时节 告别父母 再次赶往了瑞丽 又在瑞丽接上 他的司机兼保镖王冰 然后又在一个酒店 见到了等待已久的 爱情柔和艾米 以及杰西卡 赵安向爱情柔 介绍了自己的女朋友 正要介绍爱情柔的时候 李纸院笑着打断道 我知道 树荫照水爱情柔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李纸院 赵安的女朋友 艾米张大了嘴巴 吃惊得一塌糊涂 本来准备吃瓜的她 也没想到 这两人刚见面 就如此的电光四射 火力全开 爱情柔也笑道 早听赵安说 她有个温柔似水的女朋友 没想到今天一见 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啊 李纸院笑得 眯起了万月师的眼睛 说道 那你可能搞错了 我一点都不温柔 而且我很能打的 我曾是省级自由搏击冠军 像赵安那样的 我能打十个 这下爱情柔彻底震惊了 赵安的武力之 她是见过的 在深城的大街上 赵安力敌三十多个持刀暴徒 并且把他们打到报废 这李纸院能打十个赵安 那她应该就是 传说中的超级高手了 这其中的误会就在于 赵安通过睁眼强话题之后 一直没有告诉李纸院 而李纸院的印象 还停留在几个月前 还以为赵安是那种弱鸡 赵安也没有去戳破这些 笑着附和道 我看你们是如此的惺惺相惜 干脆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烧黄纸 斩鸡头如何 爱情柔翻了个白眼 李纸院滚 四辆车出发前行 爱情柔 艾米 杰西卡一辆 网兵开一辆 在这赵安李纸院 其余的都是爱情柔的保镖 这次就不去矿区了 直接穿过解告口岸 抵达木解市 木解市也有原始市场 只不过规模还没有锐利的市场大 但是原始这东西 并不是市场的规模 来决定它的价值 而爱情柔之所以在这里停留 也是因为赵安插眼侦查过 发现就在木解市的原始市场内 居然就有一块 还有帝王绿翡翠的原始 以及两块带玻璃中翡翠的原始 这真是意外之喜了 车队开到了原始市场 下了车 艾情柔给赵安介绍道 木解市的原始市场 因为离国内太近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华夏人 或者是华裔 就是因为华夏人才对翡翠 有着非同一般的喜爱 以及华夏独有的翡翠文化 赵安笑道 这也不奇怪 自古以来 东亚和东南亚 都是属于华夏文明圈 灿烂的华夏文明 像烈日一般 辐射着广袤的东方大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 华夏人现在兜兜里有钱 爱情柔笑道 和你说话 真是太省力了 我们要买的原始 在哪里 赵安呵呵笑道 我们先随便逛逛 赵安带着李芷苑 身后跟着王斌 一路在原始市场闲逛起来 这里的原始 有皮水好 卖像家那种 是单独卖的 也有按钝卖的 赵安插下了针眼 一一看了过去 在一家不大的店面停留下来 老板是一个 有着瓦帮族特征的中年人 皮肤辣黄 这家店小而经 店内两侧的架子上 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原始 大的有二三十斤 小的也有七八斤 中间的位置 设了个精品展台 专门摆放皮壳好 块头大的原始 见赵安站在门口观望 便操着流利的中文招呼道 朋友可以进来仔细看的 没有关系 大家交个朋友 缅甸瓦帮的瓦族 和中国境内的瓦族是同一个民族 所以会说汉语并不奇怪 赵安笑笑 大方地走了进去 指着当中最大的一块原始问道 老板 这块怎么卖的 瓦帮老板瞅了眼 笑道 朋友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真店的宝贝 这个可不卖的 真店之宝 不卖 赵安又在睁眼视野下 仔细地看了看 这块原始内部混沌一片 只有右侧的皮壳处 有一片绿色的带状翡翠 睁眼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 怕干墨边山料 铲子怕干小墨边坑口 重量78.6公斤 内含油青蒂翡翠玉盒 玉盒重量1.3公斤 玉盒透明度1.4 为加工估价1800人民币 赵安脸色不变 又问道 那块呢 那块总不是正店的吧 赵安指的是一块黑皮乌纱的原始 老板看了下 说道 这块卖 但是这块皮箱极好 水足 至少得这个数 老板比了个七的手势 赵安道 七万 瓦帮老板脸色一变 沉升道 七十万 人民币 赵安一挑眉 问李芷苑道 你看怎么样 李芷苑不解的眼神望着他 赵安又悄悄地眨了下眼睛 说道 问你了 喜欢吗 喜欢咱就买下来 李芷苑领悟了 说道 哦 还不错 就是这个价格 叫赵安他们真有要买的意思 老板忙道 价格好说 好说 两位诚心买 这样 我给你少五万 你就给六十五万 拿走 赵安笑道 既然老板这么好说话 那么我们就买了吧 用爱情柔给的专款付了账 赵安让王斌抱上原石 继续逛下一家店 赵安刚才买下的这块原石 正是之前侦查到的 两块玻璃种翡翠之一 真眼视野下 这块原石表面的皮壳 只有三只厚点 里面满满的都是 晶莹透亮的翡翠玉盒 水润心皮 真眼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 帕杆绘卡资料 重量15.5公斤 内含玻璃种杨绿色翡翠玉盒 玉盒重量7.3公斤 玉盒透明度5.8 为加工估价2600万人民币 别看这块原石小 但它的玉盒占比 差不多达到一半的分量 而且皮壳一点都不起眼 像刚才瓦邦老板说的 也就能蒙蒙游客 真正常年混赌食圈的人 是不会花六 七十万买这么一块皮又黑 皮壳上一点物都没有的石头 但是赌食吗 皮像就是原石身价的标准 好的皮像确实会让原石身价倍增 至于内里真实的情况 这世上除了赵安 别人也很难说得准 除非是那种高手中的高手 出了这家店 李芷苑笑着对赵安说道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赌食的 赵安笑道 嗨 这才哪到哪 我也只是个出入行的小学生 只不过我的运气好点 赌重的机会大一点而已 李芷苑道 那我也要玩 赵安笑道 我看你是迟早要玩 李芷苑没理会赵安的嘲讽 反而兴致勃勃地在市场里闲逛起来 这块石头丑丑 那块瞧瞧 虽然没看出什么名堂 但是兴奋劲可一点都没少 在一家精品店里 李芷苑抱着一块光滑的 鹅卵石样的原石爱不释手 赵安笑道 为什么是这块 李芷苑傻笑道 这上面有花啊 赵安给他解释道 这种应该是水料 这个花其实也叫松花 在水料里面也很常见 兄弟是个明白人 一个身宽体胖的男子 过来招呼道 兄弟是到这边来赌食的 赵安笑道 一半一半吧 老个哪里人 胖老板笑道 蜀州人怎么样有相中的石头吗 李芷苑道 就这块了多少钱 胖老板笑道 你喜欢的话就给一万块吧 这块石头皮后水量 应该能开出很好的料子 李芷苑掏出黑卡就要付钱 赵安忙拉住了他 对老板说道 那这块呢 赵安说的 是旁边一块烧大些皮壳泛黄 也有几缕松花袋子的水料 实在是真眼视野下 李芷苑挑的那块 完全是啥都没有的狗屎地 空有好看的外表 毫无有价值的内涵 而赵安挑的这块 视野里他的内部 有很大一坨 有黄色的翡翠 而且真眼对他的介绍 是这样的 怕敢打马砍水料 产自怕敢乌路 和打马砍坑口 重量8.8公斤 内涵黄翡玉和 玉和重量2.1公斤 玉和透明度4.6 为加工估价120万人民币 胖老板说道 这块啊 这块最少得要10万 赵安道 一起10万 如何 也行 胖老板点头同意道 这才让李志愿付了钱 割爆了一块石头 出了门 下一家店 就是赵安发现 帝王绿翡翠的地方了 这是一家装饰 极好的精品店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正坐在藤衣上 悠哉悠哉地喝茶 见赵安进了门 也不招呼 任由赵安他们随意观看 这一看不要紧 或赵安直接一个好家伙 刚才侦查的时候 只关注了玻璃种 和帝王绿的翡翠 却没注意到 这家店里 各种极品的高价值的翡翠原石比比皆是 全都是没开窗的蒙头料 比如左侧架子上 下层第一块 就是一块极品的黄翡 虽然没有开窗 但薄薄的皮壳 已经藏不住里面充盈的水头 这是典型的达马侃水石 以初产黄翡和红翡著称 达马侃水石 一般个头都不是很大 但这这块原石 却差不多有脸盆那么大 真言给它的估值 达到了1800万人民币 还有中间位置 靠近后方处 一块箩筐大小的石头 真言视野里竟然是梦幻般的紫罗兰翡翠 真言给它的预估价是1.8亿人民币 当然最关键的 还是正中间的那块帝王绿翡翠 仅仅是表皮的松花 就呈现了一种意境的美 宛如奔腾不息的波涛 巧夺天宫 气势澎湃 赵安心道 这家店恐怕不是表面那么简单啊 不多时有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 才从里间出来 热情的招呼赵安道 客人需要看些什么 有看中的吗 赵安指着一块添青色的渊石问道 怎么卖的 青年人还没开口 老头倒先发话了 一千二百万 少了不卖 我靠这老头真神了 他报的价格 跟真言估计的价格差不太多 买下来 也就能赚个一两百万吧 可这完全不符合赌识简陋的初衷 赵安不信邪 又指着另一块 真言估值一千万的原始问道 那这块呢 六百五十万 老者不紧不慢地说道 青年人急道 爷爷你怎么还是这样 开口就是天价 这都半年没开张了 老者喝了口茶 淡淡地说道 你急什么 老子给你留的钱 够你这孙子用到下辈子去了 年轻人总是沉不住气 这行本来就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何况现在怕赶的很多矿口 都在陆续地封闭 翡翠乃至原始会更加的稀缺 要不是军方各个山头还在混战 客亲军又需要大量的钱来武装自己 翡翠的价格恐怕还得涨三成 这老头是个明白人 看起来又是不差钱的主 赵安心里级的直上火 平常一向喜欢抖机灵的他 一时间竟想不出什么辙 来买下正中间那块 含有帝王绿翡翠的原始 既然都放正中间了 老头心里肯定也是有数的 赵安再次看向这块原始 这块石头光表面看起来就很惊艳 很硬实 清白色的表皮上面布满了松花 在看向视野中真眼对他的介绍 帕赶莫娜资料重量58.8公斤 内含帝王绿翡翠玉和 玉和重量23.3公斤 玉和透明度6.6 帝王绿翡翠中的极品 为加工估价12亿人民币 赵安觉得他要是问价 这老头敢开口要10亿 所以局面就这么僵持着 正在这时 在市场上闲逛的爱情柔等人 也逛到这家店来 爱情柔看向老头 迟疑了一下 好一会才用不确定的语气道 离师公 老头定睛看了看爱情柔 也迟疑着 也是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你是 是 爱 爱情柔听他说出爱字 心中认定了答案 小跑着上前 对老头说道 爱情柔 师公 我这名字都还是你给取的 怎么十多年不见 你就给忘了 老头这才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爱 自从十多年前再怕敢一别 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们父女俩 一转眼 你都出落成大姑娘了 闺女 你爹呢 爱情柔道 我爹前些年生了肠病 最近才刚好了一些 我也开始尝试着创业 这不就寻到师公 你这里来了吗 老头哈哈笑道 我看你啊 跟你爹一样 只要我这儿有好东西 总是会软磨硬泡地求了去 说吧 看上哪块了 爱情柔顺着赵安的目光 指着那块青白色的料子 说道 就这块 老头面色平静 开口道 十亿 你拿走 十个亿 爱情柔交称一声道 哎呀 师公 你这一开口就是十亿 叫我怎么还价吗 老头呵呵笑道 逗你玩的 但是至少你也得给五亿 这块石头放这里很多年了 无数人看过 就没有说不好的 师公也就靠这块石头养老了 爱情柔笑道 既然师公都看好 那为什么放这里这么多年 都还没切呢 老头呵呵一笑 头几年我还有切的想法 就是一直没敢下手 现在嘛 或许是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就更不敢切了 爱情柔无奈看向赵安 赵安硬着头皮道 老爷子 你这块石头 好是好 这个没得说 但你自己又不切 又开了个没人敢买的天价 致使明珠蒙尘 好东西 就应该让他提现他的价值 而不是放在这里落灰 老头眼神玩味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你们愿意出价多少 赵安甄酌一下 坚定地捉说道 最多两亿 再多 风险就承受不起了 老头扯了扯嘴角 吃笑道 这些年 来看过这块石头的人 数不胜数 口才比你好的也多了去了 各种招数策略手段 也见过不少 但我都稳坐钓鱼台 就是不卖 你这点小伎俩 都是别人玩剩下的 在我这里 想捡漏 恐怕你是想多了 自从得到镇印以来 赵安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样难缠的对手 自己所有的手段都被看穿 就连原石的状况 对方也是了如指掌 又是个不差钱的主 根本没有操作的空间 可是这块料子 又好的让人欲罢不能 老是花五亿买下巴 又不太甘心 而且这样会使得 爱情柔的花费更大 盈利的空间更小 一时间 大家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进退两难 一旁的男青年 见谈判陷入了僵局 笑嘻嘻地开口道 爷爷 横竖就是块石头 放这里十多年 我都看腻了 不如拿来换钱 来得自在 老头怒斥道 这儿有你什么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给老子滚出去 见前眼开的混蛋玩意儿 男青年一脸不愤地站着 不敢说话了 爱情柔笑道 师公啊 师兄说的有道理 横竖就是块石头 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 不如你老就让典礼 让我给你卖个乖 老头指着男青年 叹气道 哎 亏得我一是英明 怎么就落得个你这样的孙子 要不是你爹妈死得早 我才懒得管你 你说你 除了知道败家 还能干啥 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怎么就看不明白 我老头子还能活几天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这块石头 是我能给你留的最后的后路啊 男青年不满地说道 什么前路后路吗 我跟着你 在这个破地方 一窝就是十几年 你知道我这些年 是怎么过的吗 老头道 你这天天锦衣玉石 鲜衣怒马的 你居然还觉得不满足 那你还想怎么样 男青年回应道 锦衣玉石 鲜衣怒马 这些都是你强加给我的 是我想要这样的吗 什么时候 我能有自己的想法 是我想整天窝在这里卖石头 是我想这样日复一日地 过这样单调的日子 你问我想怎样 其他我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自己能做回主 哪怕在你眼里 是亏本的生意 老头惊呆了 他没想到自己相依为命 疼爱有家的孙子 居然是这样的想法 神情落寞地说道 是爷爷想错了 是我束缚了你 只知道给你物质上的需求 忽视了你内心的想法 也罢 钱不是万能的 千金散尽还会再来 但孙子 就你一个 今天爷爷就让你做回主 这块石头 我看了几十年 里面是极品翡翠错不了 上个月你也看到了 有人出四亿 我都没卖 今天爷爷就交给你 你想怎么卖 都可以 我绝不开口说半个字 只要你不在心里怨恨我 就当做这些年 我属于管教 给你的补偿 可好 男青年面露狂喜之色 说道 真的 老头汗手 微笑道 真的 但是我事先声明 这块石头 你卖到多少钱 都归你所有 你卖十亿 我不会要你半分 你卖一块 我也不会贴补你半点 那就好 男青年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衣领 微笑着对赵安等人说道 几位客人 想买点什么 我靠 这角色进入的也太快了 赵安偏不配合道 随便看看 男青年接着说道 要不客人看看这块石头 这块是产自缅甸莫娜的资料 青纱的外皮 透着浓浓的白雾 是我们店里十多年的珍藏 这家伙也是细经上身了 赵安笑道 那怎么卖的 男青年狡黠的一笑 说道 十亿 艾米吉道 你刚才不是说要便宜卖的吗 男青年微笑道 刚才 我也没说啊 我只是想做回主 我也没说要借卖啊 刚才我说的原话是 横竖就是块石头 不如拿来换钱 是这话没错吧 说的好有道理 看来今天不配合这家伙是不行了 赵安还价道 老板 我只能出两亿 再多 就不是我们能承受的了 男青年笑道 没你这样还价的 要知道 去年有人出六亿 我都没卖 这就是睁着眼睛胡扯了 刚才李老头 还给爱情柔开价五个亿呢 但还是得顺着他说话 赵安笑道 这块石头我很喜欢 但老板你这价钱 还有带商榷啊 这样吧 你再少点儿 男青年道 最少你的给五个亿 就不能再少了 妈的 神经病 赵安笑笑 说道 最多给你三亿 你要是再不卖 我扭头就走 男青年露出为难之色 道 要不 你在天点 赵安转身就想离开 再多的话 我还懒得陪你演戏了 男青年拉住赵安道 卖了 就按你说的价 赵安让爱情柔付款 终于把这块石头收入囊中 虽然没能达到低价简陋的效果 但是三亿能拿下 价值十几亿的原石 还是有大把的赚头的 交易达成 重金买下了这块极品的翡翠 男青年搬来几张凳子 爱情柔陪着李老头亲切的叙旧道 师公 现在国内的环境那么好 为什么不考虑回国呢 李老头呵呵一笑道 大隐隐于潮 小隐隐于世 我在这地方隐居了几十年 除了厌倦遭乱的纷争 就是因为我太喜欢翡翠了 这东西我从小就耳入目染 到后来的爱不失守 在后来就已经到了 不能自拔的地步 现在吗 就是老了 不想动弹了 就想守着半生收集的石头 没事就看看 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特别的满足 赵安禁不住心里吐槽 你这就是低级趣味了 还是不纯粹的那种 爱情柔道 既然这样 不如我找人给你 把这些石头都装上 给你在深城建一个原石博物馆 展览馆 隔三差五的 还可以叫我爹过来陪你 怎么样 男青年连连点头道 好啊 好啊 听说深城是华夏最繁华的城市 有魔都的别称 我早就想去的 不行了 李老头瞪了他一眼 后又对爱情柔呵呵笑道 你个小机灵鬼 你怕是惦记我这一屋子石头吧 被拆穿的爱情柔也不尴尬 黑黑一笑道 时工 你收集的石头 能有不好的吗 更何况肥水不流外人天 你卖谁不是卖 不如卖给我 让我来把他们的价值最大化 怎么样 老头板起了脸 说道 不怎么样 我怕我去了 要不了几天 我这屋子的石头 就被你父女俩给顺完了 爱情柔笑道 时工 这你就想差了 我爹已经好几年没有玩石头了 而且啊 我家的仓库里 各种翡翠堆积如山 连帝王绿和祖母绿的翡翠 都有好几块呢 他说的的确是真的 只不过翡翠仓库 自从他脱离爱家 就不归他管了 只是他说的是他家 理论上也说得通 只要把这老头框骗回去 其他的都好说 李老头笑道 你这玩笑就开大了 你以为帝王绿是大白菜 还好几块 赵安插嘴道 老爷子 确实是真的 上个月 在深层的超级翡翠博览会上 爱总展出了七八块 帝王绿的翡翠 租母绿的翡翠 也有三块 你都不看新闻的吗 李老头还是有些不相信 再次问爱情柔道 当真 爱情柔言之凿凿 真的 比真金还真 李老头又道 我得打电话 向爱志远确认一下 爱情柔让爱米地上手机 道 我这就给你打 一番电话确认后 李老头终于相信 爱情柔说的是真的了 唏嘘地感慨道 爱 世道无常 风云变幻 没想到我老头子 但头来还是看不透 也罢 就按你说的 把这些石头 骑运回国 我李耀南 终究还是要葬在故土上 爱情柔大喜 男青年也欣喜若狂 在这个小地方 他早就呆腻了 现在老头子愿意摸窝 对他来说简直是酒汉冯甘林 忙不迭地跑出去 联系货车 叉车 李耀南微笑着看着赵安 说道 这位小兄弟 年纪轻轻的 严厉不简单 不知道师从何人啊 赵安能怎么说 只好推托到 梦中神人所受 李耀南见他不愿多说 嗤之以鼻道 呵呵 老福建多士广 你不愿说就算了 不多时 男青年就带着一辆叉车 和几个工人过来 赵安等人便去了外面 把长地腾出来 让他们打包 赵安找到机会便对爱情柔说道 既然你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即将启程回国 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爱情柔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用金的事 赵安想了想 道 用金就算那两块石头的 回头你方便了 打给我就行 你的人品我还是新的过的 这次我们要在缅甸玩上一圈 再考虑回去 爱情柔笑道 玩归玩 回头你搞的好东西 别忘了我就行 辞别了爱情柔 王斌开着车 在这赵安离止院 开启了新的旅程 由于不再专门寻找翡翠的缘故 赵安这下的行程 就要自由得多 也没固定的地方 想去哪去哪 开心就好 缅甸号称是造物主的亲儿子 也有叫坐在金山上的乞丐 国内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尤其是宝石类矿产 缅甸已出产宝石的种类丰富 质量上乘文明世界 除了翡翠玉石 还有红 蓝宝石 钻石等名贵品种 赵安他们改变了行程 转到西北 赶往胆邦北部和客亲邦的方向 哪里才是缅甸宝石矿的主要产区 到晚上的时候 三人终于赶到了密芝娜 在当地找了家酒店 住了下来 李芷苑奔波了一天 早早地睡下了 赵安却依旧精神的狠 躺在床上 用睁眼插着玩 专门寻找缅甸境内 那些无主的 没被发现的宝石矿藏 话说缅甸不愧是造物主的亲儿子 就赵安这一通睁眼睁测下来 发现的宝石矿藏就有十多种 红蓝宝石翡翠就不用说了 还有琥珀石 尖精石 告石 碧锡 紫水晶 橄榄石等 当然很多的产区都被国家或者司矿主占领 也有没被发现的那种 静静地躺在深山老林里 等待出事的时候 惊艳世人的眼光 而赵安的目标 也就是这些是所不知的宝石矿藏 把他们发掘出来 让他们的美 被实界所认可 顺便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次日早上 吃过了早饭 三人继续上路 赵安选定了目标 是前往蘑菇 哪里的红宝石质量上乘 价格迷人 哪里有好几处未被发现的矿床 赵安想去看看 有没有机会 拿下那里的开采权 车子在高山峡谷之间行进 沿途欣赏着缅甸的自然风光 小情侣二人毫不惬意 砰 渊远的一声爆鸣 如同过年的鞭炮声 回响在三人的耳朵里 有枪声 王冰一个紧急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 接着又是一阵炒豆子般密集的枪声响起 三人视神色不由地紧张起来 接下来的声音更加刺激紧张 除了密集的枪声之外 还有火箭弹的尖笑声 手雷以及榴弹炮的爆鸣声 就当王冰准备掉头时 一辆车从拐弯出呼啸而来 歪歪扭扭的一头 撞在路边的山坡上 车门砰的一声开了 翻滚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头脸都是血污 趴着看向找啊他们方向 虚弱地喊道 救我然后又一下子支撑不住 昏倒过去 华下人 赵安本来不打算管这闲事的 但在一国他乡 面对一声来自汉语的求救 他还是忍不下心 他看向李指苑的方向 小景花正一感爆棚 眼神坚定 点头道 就赶紧的 说着打开车门就要下车 那还说什么 赵安插下针眼 先给他来上一剂治疗术 也下车 同李指苑一起 把男子抬上了后座 李指苑换到了副驾驶 王冰已经把车掉好了头 一脚油门到底 轮胎滋滋冒起白烟 离弦利剑一般 弹射出去 往相反的方向跑了 赵安这才查看男子的伤势 他的头部的伤倒不是很重 左脑侧的位置有一道滑伤 伤口外卷 像是破碎的蛋片所致 最严重的是 左胸口的一道贯穿伤 子弹强大的动能 直接贯穿的身体 前端是一个小口 后边却是一个背口大的血洞了 好在赵安的治疗书效果显著 男子的伤口迅速地愈合着 头上的伤口不再流血 贯穿伤也开始有心肉长出 只是那里的淤血 还在不停地伸漏出来 赵安扯破男子的衬衣 用力撕成条状 再连接起来 给男子的前胸后背 都给缠了个遍 末了还不够 又把自己的衣服脱下 也撕成条状 里三层外三层的 好歹给男子的伤口包了起来 赵安这才松了口气 抬头迎向李芷苑关切的目光 说道没事 死不了 李芷苑皱了下可爱的小鼻子 吐槽道真难看 说的是赵安的包扎技术 一直跑了一个多小时 身后没有追来的迹象 王斌才把车停在一处 有溪流的地方 赵安和李芷苑 才下车去清洗自己身上的血污 赵安从后备箱找了件衣服换上 发现男子已经醒了 躺在后排的座椅上 正目光呆滞地盯着他 赵安道 行了 能说话吧 男子的眼神渐渐聚焦 不再涣散 虚弱地说道 谢 谢你 有水吗 赵安拧开一瓶纯净水 倒在盖子里 小口小口地喂着他 男子喝了水 感觉自己恢复了一些 用手支撑着坐了起来 再次向赵安说道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 赵安笑道 都是华夏人 一国他乡的 见死不救 那就过分了 李芷苑也洗好了 过来说道 好了 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路上再说 车上 男子自我介绍道 说自己叫袁雄 老家是卢北人 来缅甸已经有十多年了 在这边有五六家矿场 主要是开采红蓝宝石的 还有一处是开采琥珀石的矿场 李芷苑好奇道 是什么人袭击你 而且为什么要袭击你呢 袁雄道 攻击我的人 应该是那帮越南老 原因也无非就是争夺矿场嘛 摩谷这片地方 大大小小的矿场上百个 大多都是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次是我大意了 在这关口出门 带的人太少 又被人给打了个伏击 要不是手下人拼死挡住 恐怕也是个惨死的下场 说到这里 还是得谢谢你们 不如到我的矿场小座 让我有机会 能报答极为的恩情 赵安笑道 那感情好 我在国内就听说 鲁帝的汉子耿直仗义 一直没机会结交 今天可要好好的认识一下 袁雄的脸色 总算是恢复了一些血色 呵呵笑道 那是俺们鲁帝人 一向是有仇必报 有恩必还 还未请教兄弟怎么称火 赵安笑着说道 我叫赵安 前面是我的女朋友 叫做李梓苑 开车的是王冰 特种兵退役 兼任我的保镖 云雄道 赵兄弟到摩古来 是为了旅游的 赵安道 算是吧 王冰顺着云雄的指引 一路把车开进了摩古 红宝石矿场 这里是红宝石的圣地 安检一场严格 在路口的检查站 一张巨大的牌子上 用中英免三国的文字写着 为获得相关许可的外籍人员 请勿越过此界 外来人口需要登记搜查 外国人想进摩古 甚至还要再办一个签证 但是有元雄出面 这些都免掉了 最后车子停在 一排杂乱的砖瓦平方前 那是在一个山坡上 周围都是黄土 元雄下了车 一群背着枪的缅甸人 就咋呼呼地迎了上来 几里呱啦地跟元雄说着什么 一个穿着糖装的角兽老头 挤了进来 焦急地问道 阿雄 没伤找你吧 元雄轻笑了一下道 没事 皮外伤 可惜了那十多个弟兄 一会儿你记得把抚恤给发下去 加倍发 赵安等人也下了车 元雄给介绍道 陈叔 这几位是我的救命恩人 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拉伤我 伤口也是赵兄弟给我包扎的 虽然有些丑 陈叔哈哈笑道 你们是阿雄的恩人 就是我老陈的贵宾 阿雄 你先去找珍娜 给你重新包扎一下 上点药 换身衣服 我来招呼几位客人 给赵安几人说了句 稍等一会儿 陈叔又大声地对四周持枪的人 用棉语说了一通 人群欢呼一声 轰得一下四散开来 打开几个房间的门 各种武器弹药的往外搬 检查枪支的 往弹架里压子弹的 忙碌起来 这是要干家 陈叔把赵安几人带到一间干净的屋子 这是一间会客厅 几张太师椅摆在两侧 旁边还有几张小几 陈叔亲自给赵安凤查道 赵兄弟 感谢你不为奸险 乱枪之中就像阿雄 他可是我们的主心骨 没了他 我们这些人可就散了 会被那帮越南老 吃的骨头都不剩的 赵安笑道 举手之劳 我也是看在大家都是华人的份上 陈叔笑道 对华夏人帮华夏人 互帮互助 也就以斩查功夫 重新包扎好伤口的元雄 书席整齐地出现在门口 对陈叔说道 陈叔 你把客人给我招待一下 我去去就来 陈叔交代道 把北边的王家兄弟一起叫上 注意一些 别大意了 元雄冷笑一声道 放心 这次不端了越南老的老家 我们华人圈 在蘑谷还有脸混下去吗 缅甸的矿区 多数由于地方武装势力错综复杂 常有伤亡发生 而蘑谷发掘较早 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开采 长期处于政府势力范围 斗争少了许多 罪恶自然也少一些 但自从这帮越南老的到来 屡屡的越界开采 挑衅滋事 这次更是公然袭击了元雄的车队 那元雄也不是好惹的 集结了自己的手下 再拉上其他几只 同为华人矿场的武装 直奔越南帮的老巢而去 其实赵安也挺想参与的 实在是他从小战争片看多了 难得有这么一个近距离观摩的机会 再加上他自身一高人胆大 武力直爆棚 所以即使枪林弹雨 他也丝毫不拒的 但陈叔还是把他给拉住了 毕竟枪弹无眼 啥事就怕一个万一 所以元雄带队走后 赵安几人就在陈叔的陪同下 参观起这处矿场来 山坡的对面 七八台挖掘机 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着 一群背着破背包的人 在挖机蝉斗下捡石头 每次蝉都挖过 几个人就拿着铁钩子 在地上快速地敲打翻茧 等蝉斗即将挖下 有迅速地跑到一边 跟不要命似的 陈叔给赵安说道 当年是我带着元雄 从国内逃荒过来的 他父母都死在了逃荒的路上 到了这里 刚开始 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 在乱石渣里捡石头 捡到一颗 就够半年的饭钱了 要是捡到极品的 就能一夜暴富 元雄也是这样一夜暴富的 后来就越做越大 到现在拥有了五家矿场 加入了缅甸国籍 娶了缅甸老婆 想在这边开矿 不加缅甸籍会困难许多 但元雄的成功并不止这些 用陈叔的话来说 就是会做人 元雄一方面 同各方势力 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对手下人也是照顾极家 他的格言是 多结交朋友 少一些敌人 这个少一些 恐怕也是干脆利落地 处理掉一些的意思 几人正说着 又有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十几几辆皮卡车和吉普车 蜂拥着朝山坡上跑 港楼上的民兵 先是鸣枪示警 见他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又突突突地朝着车队一阵扫射 车队里有人把头伸出窗外 皮卡车车厢里的人 也架起步枪 快速还击着 糟糕 吊虎离山 陈叔脸色巨变 就朝着房子跑去 这时武装人员都随 元雄出门去了 矿场里就只剩下 两个站岗的士兵 赵安几人也连忙跟上 王冰还一边跑 一边问道 有枪吗 有 在这边 陈叔带头跑向一个房间 摸出钥匙 准备开门 赵安直接一脚踹开 冲了进去 王冰离止院迅速跟上 王冰一把抓起一把步枪 快速地检查了下弹架 再背起一个子弹袋 挂上几颗手雷 拉下枪栓 给枪上膛 李止院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赵安见了 也是有样学样 只是多带了几颗手雷 陈叔老当一撞 扛起了一个四十火箭筒 再背上两发火箭弹 王冰说了声 老板 当心点 便带头冲了出去 找了个墙角当作掩体 等待车队冲上来 赵安几人也冲出枪库 各自散开寻找掩体 此时两边港楼放哨的士兵 已被打倒 车队马上就要冲上山来了 赵安插下针眼 见车队还有二十多米 就要上坡 拿出几颗手雷 问道 怎么用 王冰瞥了一眼道 这是栓式手雷 有个圆环 把它拔掉快速丢出去 就可以了 赵安快速拔掉圆环串着的小棍 看着视野里车子的动静 奋力一扔 手雷直接击穿 刚上坡的第一辆吉普车的挡风玻璃 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吉普车戛然而止 刚好挡住后面车的路 车队不得不停了下来 准备下车冲过路口过来攻击 赵安见效果挺好 接二连三地丢出手雷 手雷滑着漂亮的弧线 落进车队里爆炸开来 车里的人还好一点 皮卡货香就死伤惨重了 赵安开着阵眼的透视 能精准地看到山坡后面的敌人 有几颗还专门朝着皮卡的货香招呼着 敌人还是下了车 一个领头的喳喳呼呼的大声呼喊着什么 几十个人快速地向他寄解 并在他的带领下 抱着枪一边乱扫 一边向防驱发起重锋 赵安再次扔出手雷 可是手雷有岩石爆炸的效果 纷飞的弹片只杀伤了后面几个敌人 这时候王冰和李志愿开枪了 刚开始准头还不怎么样 待王冰修正弹道之后 一枪就命中带头敌人的眉心 然后又快速调整枪口 击毙几人 之后迅速地躲到房子背后 往另一个可以做掩体的地方跑去 李志愿也开枪击毙几人 学着王冰的动作 快速激动着 陈叔也激发了手中的40火箭筒 又迅速低下身子 躲在掩体背后 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翼 扎进人堆里 爆炸开来 一时间残枝断壁四散纷飞 剩下的20多个敌人 依旧汗勇 不拒死亡地向防驱继续冲锋 赵安之下有了经验 计算了手雷爆炸的时间 拉下几颗手雷的拉环后 静等两秒 再躲在掩体后面 依次快速地抛头出去 有阵眼的视野在 手雷也精准地落在人堆里 又炸死炸伤一片 敌人中有人大喊了几声 他们迅速分散开来 零星的阵型向防驱包围过来 王兵已经换好了掩体 快速打了几枪 逼掉几个 又迅速激动起来 此时的敌人只剩下十多个 已经靠近了防驱 不再冲锋了 而是小步慢走 枪口对着防驱的方向 一旦有人露头 就一窝蜂地打上几枪 赵安拉起陈叔 再次丢出几颗手雷 向后方撤去 幸好这片防驱修的杂乱 到处都有可以做掩体的地方 四人在一个房子背后会合 王兵气喘吁吁地换着淡家 李梓院道 能看清吗 还有几人 赵安数了下 说道 还有十二个 左边过道上六个 右边五个 还有一个好像上房顶了 王兵道 房顶的交给我 就准备往上爬 赵安拉住他 往上丢出最后一颗手雷道 还剩十一个了 手雷精准地丢到楼上那人的脚下 那人吓得就要往下跳 爆炸声响起 爆炸的气浪直接把他先飞起来 四射的弹片穿透他的身体 赵安蹲了个弓马步 双手手掌叠在一起 笑着对王兵道 现在你可以上去了 我们先攻击左边的六个 我数五个数 王兵单脚踩着赵安的手 赵安用力往上一拖 强大的力量直接把王兵送上屋顶 王兵脚步轻盈 向左边靠拢 计算着时间 几乎在同时 李梓院侧身倒下 王兵从房顶月下 两把枪同时开枪 左边六人瞬间被打成了筛子 赵安睁眼里看到 有便过道里的五人迟疑了 三 四十号人攻上山来 干脆利落地解决了港哨 没想到到了山上的 人影都没摸着 自己却只剩下五个人了 赵安几人再次靠拢 这次换离指约 踩着赵安的手上了房顶 王兵则从后方快速地绕了过去 二人配合默契 再次一通扫射 五个人头收入囊中 五杀 Pentakill 尘埃落定 王兵带着枪 在陈叔的带领下 把受伤的敌人给绞了些 也不给他们救治 就让他们挤在一个角落里 又叫了些工人过来 把现场收拾了一下 等待元雄回来处理 李指苑笑着对赵安道 手雷丢得不错啊 赵安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不会用枪 李指苑笑道 简单得很 来 我教你 赵安笑道 古话说要想技术学的会 就要挨着师傅睡 等一下我要是学不好 说着语气就变得轻挑起来 李指苑呸了一声道 你这小脑袋瓜 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啊 说着还是从锯枪的姿势 到瞄准一套 从头给赵安讲解了下来 简单的说 就是枪托要顶在肩窝处 而且必须顶结实了 这是为了防止开枪时的后坐力 影响枪的稳定性 瞄准就是目光 准星还有目标成三点一线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枪法要精通的话 还是需要天赋 以及无数次的训练 一学难经 赵安枪口对着空旷无人的地方 试验了一下 也开了几枪 感觉不是很难 便把枪收了起来 因为他在镇眼视野里 看到云雄 目气冲冲地带队回来了 十几辆吉普车 载着鹤枪实弹气势汹汹的士兵 急匆匆地往山上赶 等到他上了山坡 看到宝京战火的营区 以及摆成一排的尸体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拔枪就欲 把俘虏们全部给枪毙了 这群混蛋 趁他带队出马 营区空虚的时候偷袭 差点酿成大祸 简直死不足惜 好在陈叔及时拉住了他 道 好在有赵兄弟他们在 及时地组织起有效抵抗 才没造成更大的损失 袁兄回头看到赵安走了过来 大不留心走到赵安跟前 推金山倒玉柱 拜倒在赵安面前 抱拳道 赵兄弟 你就过我的命 这次又救下了陈叔 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什么用的 找我袁兄的地方 袁兄一定万死不辞 赵安赶紧把他扶了起来 略有些尴尬到 袁大哥用不着这样 当时情况危急 话说回来 我这也是自救 袁兄道 那不用说 总之你救了陈叔 陈叔的命比我的命重要 日后在缅甸有什么事 尽管拆遣 我袁兄绝不推辞 赵安笑道 袁大哥严重了 这次出马 收获如何 袁兄哈哈笑道 那还用说 那帮越南老死的死 逃的逃 要不是宋才出面 阮老二的头都被我拧下来了 赵安道 就这么火拼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袁兄满不在乎道 能有什么问题 给宋才塞点钱 啥问题解决不了 只不过要消停一段时间了 也罢 抓紧生产才是第一位的 然后招呼工人们处理现场 焚烧尸体 平整场地 修缮房屋等工作 袁兄则拉着赵安到大厅说话 边走边把一个巴掌大的盒子 塞到赵安手里道 赵兄弟 这就是此行的缴获的一部分 你拿回去 给弟媳妇穿个项链 赵安好奇地打开一看 满满一盒子的红宝石 都是两三颗拉大小 为切割的红宝石 粗略一看 就知道不少于一百颗 赵安连忙还给袁兄道 袁大哥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袁兄再次放在他手上道 这东西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何况这是缴获的东西 参战的人员都有份 宋才拿走了最好的两颗 无烧鸽血红 大的那颗 起码能切出六颗拉的红宝石 还是VVS级的那种 两颗至少能能卖一亿美刀 王家兄弟也拿走了一部分 这里只是别人挑剩下的 你要是嫌弃就是瞧不起哥哥我 这话说的 赵安无奈收下道 其实我这次来 也就是想在摩谷这片地带 找个没人开采的地方 开几个矿 没想到这边这么混乱 袁兄道 其实本来还好 摩谷这片地 只要你打电到位 守规矩 一般不会像今天这么乱的 可是自从那帮越南老来了之后 一点规矩都不讲 惹得宋才都对他们恼火的紧 这不借此机会 彻底把他们赶了出去 兄弟你要开矿的话 改天我给你引荐一下宋才 摩谷这一带 基本都是他说了算 原来这个宋才是摩谷守备区的司令长官 说是司令 其实手下也就两三千人 但他的后台在曼德勒 自身也是属于国防军序列的人 所以他在摩谷就像一个土皇帝 吃拿卡要的贪婪无比 赵安笑道 那我就更不想找他了 又专口道 我在国内也有一家矿业公司 现在主要是开采鸡血石 坦桑尼亚也有五家矿场 并且销售的渠道也方便得很 不如这样 袁大哥 袁雄道 兄弟有事尽管开口 赵安笑道 我这人一向懒散惯了 不如兄弟和你合伙 我负责找矿 你负责组织人手 开采和组件用来保卫的武装力量 以及日常的管理 都由你来负责 就用这盒子红宝石 作为启动资金 赚到的钱 我们无五分账 怎么样 袁雄道 采矿这些都是小事 现在摩谷的红宝石越采越少 很多矿主都在积极地寻找新矿 每一个新矿都是价值巨大的宝地 所以你能找到新矿 就已经能白减一半了 所以启动资金什么的 修得再提 你能找我合伙 是看得起我的人品 这样你负责找矿 我负责开采 采到的宝石再交给你 你来负责切割销售的事情 你卖掉以后 再把分成的钱打给我 怎么样 赵安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自己的势力还很单薄 在缅甸又没有一丝一毫的人脉关系 更何况采矿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就如同在贵省的鸡血市矿山一样 赵安花了大把的钱 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而且还有泛洋这样强有力的人才的带领下 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最终得以开采 关键是缅甸的国情还要复杂一些 军阀混战不说 缅甸实行的是宝石专卖制度 开采出来的红宝石 必须向有关单位详细报告数量和品质 然后在每年会组织的珠宝交易会上 出售原石或加工成首饰的成品 半成品 而且税收还要拿走销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所以元雄说的应该有走私的意思 以降低每年收取的矿井使用费和销售收入税 赵安伸出手 跟元雄紧紧地握在一起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股权也定为五五分成 没有高矮之分 有人会觉得以后可能会有纠分 到时候压不过对方 那就真的是想太多了 元雄为人仗义豪爽 赵安两次相助于他 他也表现得十分大方 价值几个亿的宝石说送就送了 而且在缅甸这样的地方 以元雄的背景 以及杀法果断的性格 想谋夺这点股份 不要太简单 杀个人都是几句话的事 更何况元雄提出的方案 对赵安都是非常有利的 元雄负责出资开采 采到的宝石交给赵安售卖 然后除掉开支 二人在五五分成 那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晚上元雄安排烤了一只犬牛 给武装人员等都分一点 再烧起一堆篝火 赵安几人一边吃东西 一边愉快地聊着天 元雄指着王冰道 这就是今天大发神威的猛将吧 赵安笑道 对的 今天光是倒在他手里的敌人 起码占了一半以上 王冰尴尬地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赵总的手雷才是身乎其身 力大无比 精准度也堪比电子制导了 李芷苑比一道 你这可是有拍马屁的嫌疑啊 王冰连忙道 李警官的枪法也很好 特别是从房顶上跃下的那个动作 比得上美国大片的精彩极紧了 李芷苑很是受用道 也就一般般 不过你这彩虹屁我就收下了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赵安道 王冰啊 我原本还以为你是个冷漠的兵王 没想到拍起马屁来 还是一套一套的嘛 王冰笑了笑 说道 都是部队培养的好 元雄心思一动 说道 不如这样 让这个兄弟在我这待一段时间 我们再拉起一支队伍来 由这个兄弟负责训练 并担任军事总长官 这样我们如果再开矿场的话 保卫的实力也更强一些 看来元雄真的是诚心 要和赵安合作 不仅销售全权交给赵安 就连守卫的武装力量 也交给赵安的人 而且说话还这么不着痕迹 浑然天成 就如陈叔说的那样 元雄能从一个矿渣里 捡垃圾的小混混 成长为好几个矿山的大老板 真的是很会做人 赵安笑道 元大哥挖墙角挖到我这里 可没问过我的意见 元雄笑道 是这样 你看这些老免 战力层次不起 我听说现在国内士兵的战斗力很强 不如兄弟从国内招收一批退役的军人过来 我来负责发想和购买装备 让我在这片混乱之地 也能有点自保之力 赵安想了想 说道 这个可以有 不过所有的开支 不能你一个人出 亲兄弟还明算账 该怎样就怎么样 元雄道 行 是我想差了 就该是这样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 元雄便开着越野车 带上赵安等人 在一队宝卫的护卫下 参观他的几处矿场 在一个红宝石矿井口 元雄指着拖得光溜溜的矿工们 对赵安说道 缅甸的矿工 需要面对各种可能的危险 军阀武装 稀释毒品 以及偷藏宝石后 被严厉的惩罚 矿工在进矿区的时候 身上不允许有口袋 男性多是裸着上半身 穿一条裤衩 女人则是不能下井的 赵安点头认可道 暴力只是手段 让人畏惧才是最终目的 元雄眼神一亮 道 兄弟总结得很到位 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 你不吃人 就会有人吃你 你只有身上长满刺 让人下不去嘴 才能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 矿井外的一处空地上 成群的矿工 围在筛选矿石的地方 蹲坐着 弯腰用筛子一遍遍地拣选 碎石机传送带下来的矿石 大部分人都埋头苦干 灵星几个矿工坐在高处 抽着烟 眯着眼睛盯着 元雄顺着赵安的目光 解释道 那些不干活的 是监工 不是矿工 专门防止有人偷藏宝石 你不知道 这些人藏宝石的花样有多少 赵安心道 不就是那么几个地方吗 元雄得意道 比如他们有的会在肚子上开上一刀 那里的肉多 而且流血很少 而矿工下班的时候 所有矿工会被安排 进入几间光线充足的房子 男的一批 女的一批 脱光衣服 在里面接受检查 除了常规的钢门牙齿 还会特意让矿工咳嗽几声 防止他们把宝石卡在喉咙里 带着赵安等人从矿区出来 在一处河谷处 李芷苑指着河边上一群人喊道 赵安 你看 那是一些当地人 在河里用筛子打捞 其中小孩子居多 偶尔有人找到亮闪闪的石头 也不声张 只是敲咪咪放进嘴里 再警惕地用余光看一圈周围 元雄道 这里的主业就是挖石头 男女老勺都挖 其他的都是副业 车子兜兜转转 来到了赵安所发现红宝石矿床的地方 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 说是山 其实也就是几个略高的小山包 四周生长着各种阔叶的树木 元雄抓起一把泥土 仔细地分析里面的成分 说道 这地方厂里来说不像是有宝石啊 不知道兄弟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赵安笑笑 说道 高人指点 见赵安会莫如深 元雄也不再多问 说道 既然兄弟如此肯定 那我也放手一搏 过几天我就去找宋猜 把这块地盘下来 再吊几台挖机过来 先看一下是元生矿 还是次生矿 确定了之后再选择合适的开采方式 又去了相隔不远的两个地方 元雄把地点积了下来 就带着赵安几人返城了 路过蘑菇小镇的时候 李梓苑提出想起游玩一番 赵安元雄等人只好陪同 好在与纷乱的矿区不同 宋猜下了严令 禁止在镇上武装争斗 否则将会失去开矿的资格 那样将会引来各方势力的围剿 所以蘑菇小镇还算安静祥和 李梓苑下车的地方 正好是宝石交易的地区 一些年轻的姑娘撑着蓝底红面的太阳伞 贩卖着各种颜色鲜艳的红蓝宝石 太阳伞的红蓝两面 正好是象征着蘑菇的两大特产 红宝石和蓝宝石 李梓苑蹲在一个年轻女子前面 指着一个托盘力上百颗鲜红似火的红宝石 对赵安道快来看好漂亮亮晶晶的 圆熊笑呵呵道 这些红宝石看似好看 其实并不怎么值钱的 李梓苑瞪着好奇的大眼睛问道 不是说颜色越红价值越高的吗 圆熊道 这种明显就是人工高温增色的 真正价值高的是没有加工过 天然形成的也叫无梢哥血红 李梓苑笑道 好比纯天然的才叫美女 正兴美颜出来的叫做碧罗 说明一次充号已经成了国际惯例是吧 女孩子对色彩鲜艳还亮晶晶的东西 几乎是毫无抵抗力的 但李梓苑只是看看 什么都没买 开玩笑 昨晚上当赵安把那一百多颗 价值亿万的极品红宝石放在他面前 他也只是欣赏了一下 就叫赵安收起来了 看来李梓苑的克制力真的很强 用他对赵安的话来讲 就是喜欢却不一定要拥有 但你除外 相对于缅甸的其他地方 居住在摩谷的人至少是幸福的 这里有宝石可以捡 政府规定除了矿场以外的地方 当地居民所捡到的宝石都归自己所有 不会收取一分钱的费用 有些人家甚至就在自家房子底下 就能挖出红宝石 所以很多人家的孩子 从两三岁开始就在父母的带领下 在山坡在河谷找寻和辨别红蓝宝石 如果找到一颗极品的 那这个家庭就能一夜暴富 即使不能暴富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 也可以从事珠宝相关的职业 所以摩谷是相对于矿区来说 是安定祥和的 李芷苑开心地在镇上溜达了一下午 参观了交易珠宝的散室 装饰精致的庙堂 还有鸭额进食的人工壶 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元雄的营地 第二天 元雄去找宋蔡去了 商量买的开矿的事 李芷苑又拉着赵安去练枪法 陈叔给他们找了个废弃的矿坑 搬了一箱子弹 还给了几箱空啤酒瓶 当作靶子 赵安上手很快 打完一个弹架之后 就能在100米的距离百发百中了 这让李芷苑兴趣缺缺 抱怨道 你就不能学慢一点吗 搞得我一点成就感的没有 赵安笑道 那你可以交点高难度的 比如像电影里面那样 把酒瓶扔到空中 快速开枪打瓶子那种 李芷苑开心起来 跑过来拿起一把步枪 检查了一下 笑隐隐地对赵安道 愣着干什么 快扔啊 赵安给王冰使了个眼神 王冰只好放下鸭子弹的工作 搬了两箱酒瓶走到侧方 提起酒瓶就往中间抛 李芷苑迅速去枪 准备射击 谁知道赵安却先开了枪 接连打碎了几个酒瓶 直到他弹架里的子弹打完 才轮到李芷苑打完 剩下的几个酒瓶 李芷苑打完了很是不愤 我都没打到几个 重来 赵安笑道 这就叫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哈哈 最终一箱子弹还剩老多 啤酒瓶就打完了 王冰把枪和子弹送了回去 李芷苑决定不交枪法了 赵安一脸玩味的看着他笑道 你确定 李芷苑比一道 确定啊 你这个战武渣 来来来 出拳打我 赵安心道 我这真要是一拳打下去 你怕是要哭很久吧 于是对他说道 要不你来 李芷苑可不会客气 脚步猛的发力 一个冲拳攻向赵安面门 却被赵安抬手 稳稳地握在掌心 捏住他的拳头 死死不能动弹 李芷苑抬脚就是一个西状 又被赵安单掌按下 换手又是一拳 还是被赵安抓住 双手往外撑开 往怀里一带 李芷苑就撞到赵安怀里来了 被赵安死死抱住 还在他嘴上亲了一口道 现在你跟我说说 谁是战武渣 李芷苑恼怒道 你怎么这么厉害 赵安也不解释 只是推脱道 天生的没办法 李芷苑道 你让我这个从小练薄机的情何一看 赵安道 我这只是力量大点 反应速度快一些 实际上的技巧比你还是差得远 你可以教我一些套路 嗯 还有发力的技巧 行了吧 李芷苑撅嘴道 不要 赵安笑道 最多我晚上陪你睡一觉就好了吗 呸 李芷苑在他肩膀上捶了一下道 道最后吃亏的不还是我 赵安呵呵笑道 只听说过累死的牛 没见过更坏的田 到底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中午些时候 元雄回来了 告诉赵安事情已经办妥了 赵安大喜 说道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呢 元雄道 不急 还是要选一个黄道吉日 而且现在我们的人手还不够 全都要重头招募 包括守卫的武装人员 我打算先雇佣一批佣兵 暂时先用着 等我们自己的人培养起来 再替换掉 赵安皱美道 雇佣兵 可靠吗 元雄笑道 缅甸的佣兵还是挺可靠的 只要给钱 事情都能给你办到位 就是战力有待商榷 所以只是先将就用着 等你把国内的队伍拉过来 就可以把他们替换掉了 赵安无奈道 行 只好先这样了 接下来几天 李芷苑耐着性子 教导赵安格斗的技巧 发力的原理 赵安基础很好 学得也挺快 而且还能举一反三 每次都把李芷苑 欺得半死 还无计可施 元雄则每天天不亮就往外跑 除了操持自己的矿山 还要为新矿山圈地围上栅栏 招募工人等一切事物 期间还抽空去了一趟曼德勒 购买了一批机械 第二天几辆拖车 就拉着几台挖掘机过来 元雄介绍道 这是市场上反响最好的挖掘机了 德国生产的利伯海尔 特别的经久耐用 正好曼德勒刚到了几台 全被我买下来了 赵安看着工人 把挖机开下了拖车 那粗广大气的机身 以及加厚的颤抖 很是满意 不过还是对元雄说道 以后我们可以采购一些国内的机械 不耐用也没关系 再买就是 相信只要我们自身的大力支持 国内的重型机械行业 还是能够越做越好的 元雄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是哥哥想插了 你说的对兄弟 回头我派人联系一下 看我矿山上有哪些机械需要淘汰的 统统给他换上一遍 赵安笑道 那倒不用太刻意 只是根据需要来采购就是 二人又商议了其他的一些细节 赵安在缅甸的第一批矿山 就要轮流着开工开采了 日即时凉 矿山开张 一番隆重的祭祀仪式后 元雄从对讲机里宣布 开工 早已叙事待发的挖掘机 举起硕大的缠斗 重重地挖了下去 没几下就挖到了岩层 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监工 跑过去查看了一下 然后就兴奋地跑了回来 手里还拿着一块石头 对元雄 激里呱啦用面语说了几句 元雄拿着泛红的石块 仔细端详了一番 也兴奋地对赵安笑道 兄弟真有你的 果然有矿床 而且还是高品质的原生矿 赵安呵呵一笑 说道 这下子元大哥的提着的心 总算可以放下了吧 元雄道 呃 其实也不是太担心 我这不是怕兄弟你的期望落空吗 哈哈 这下好了 至少十年之内 不用为新矿山发愁了 赵安心道 别说十年 只要你想干 哥们都能给你找到合适的矿来挖 就是这么牛叉 就是这么硬气 他笑道 行 元大哥你去忙 我随便看看 即使挖到了岩层 还不能全面地开采 仍然需要把的表的土层全部清运 把整个矿床露出来 这是为了以后的开采更加顺利 好在原生矿的好处 就是可以露天开采 不用像次生矿那样 埋藏的身 还需要打井去挖 关键是原生矿的质量品质 比起次生矿来说 档次要高得多 那这个矿山的产出和收益 甚至会比元雄自己的矿山还要高 也将成为赵安新的资金来源 布局全世界的战略 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赵安环顾四周 矿山的周围已经安装了铁栅栏 带着道次的铁丝网缠绕在上面 鹤枪实弹的雇佣兵四下警戒着 李志愿从后面推了赵安一下道 嘿 在想什么呢 赵安笑道 我在想 要怎样挣更多的钱 才好风风光光地取你进门 李志愿一挑眉道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钱多钱少的 凭自己的本事 挣来够用够花就行了 不过要嫁给你了 赵安道 难道你想对我始乱中气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哼 仗义美多图够背 父亲多是读书人 这突然的骚让李志愿瞬间惊呆了 顿时哑口无言 好半天才气急败坏道 我父亲薄姓 我什么时候对你始乱中气了 赵安笑道 那倒没有 我刚才只是闻到一股浓浓的凡尔赛的腐朽味道 李志愿气得小拳头只往赵安身上急锤 纷纷地说道 好啊 你敢讽刺我 我看你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瓦了 赵安任由他打反正也是不痛不痒的 笑呵呵道 屁 这几天明明就是你 被打得节节败退 就差没跪地求饶了 李志愿更加生气了 你还说我身上的本事都被你学了去了 以后我都打不过你了 再也没有法威胁你了 赵安突然严肃道 胡说至少生孩子的本事 你还没有教过我 李志愿道 怎么办 我也没生过 赵安嘿嘿一笑道 要不给你个机会尝试一下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局 李志愿呸了一声道 这大白天的 你也不嫌害臊 小色批 中午的时候 元雄大百庆功宴 说是宴 其实就是把祭山用的猪和羊 宰杀干净 请当地的大厨 把羊整个给烤了 猪肉给炖了一大锅 当然没炖完 剩下的分给工人们一些 让他们也沾沾喜气 以后也好卖力地工作 为矿山奉献力量 创造价值和利润 就在杂乱的矿山工地上 找了个平整点的场地 摆上几张桌子 挖机师傅和监工们 以及换班的雇佣兵 坐在一起开心地吃上了 元雄和赵安的桌子 则摆得稍远一些 李志愿和王兵陪同着 元雄喜不自胜地 跟赵安说道 兄弟 真有你的 就目前所挖掘的情况来看 这个矿的矿产还不小 都快赶得上 缅甸的国有矿山了 来喝酒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豪气甘云地看着赵安 意思很明白 别愣着 喝啊 赵安无奈地小酌一口道 我这小酒量 可不敢跟大哥这样 鲁地汉子相提并论 元雄笑道 你少来 我可是听说了 你们店省人背靠金沙浆 喝酒像喝汤 喝酒只用碗 根本不用劝 别磨鸡 干了 赵安再次推托道 或许我就是那少数 不能喝的一撮 元雄道 你要不喝 弟媳妇替你喝也行 赵安无奈道 他就更不能喝了 还是我审命陪君子吧 一杯酒下肚 发现除了刚开始 有点火辣辣的感觉 居然毫无罪意 元雄见他如此痛快 再次倒酒说道 这个矿山出产后 之后的两个 也会陆续择日开工 你要把销售的渠道 给联系好 赵安道 这个没问题的 国内现在发展势头很好 但是高品质的奢侈品 往往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所以价格上 甚至有些虚高 元雄笑道 那我就放心了 赵安沉吟一下 说道 元大哥 我觉得报关和运输 还是走正规途径 这样虽然利润少一些 但胜在安全 元雄听了 哈哈大笑道 我以为是什么事 恐怕你这中间有什么误会 缅甸政府对红宝石 虽然征收高额的税收 但还是有一些合理的避税手段 咱们依然能得到高额的回报的 赵安笑道 抱歉 是我多想了 元雄道 做生意 偷奸耍滑不是长久之计 真正能成事的 都是靠本身的能力和手腕 要不然 即使给你添大的财富 如果你不能及时地学到相应的本事 再多的钱 你都是守不住的 因为钱越多 盯上你的人就会越多 就像是恶狼见了肉 想方设法的都要咬上一口 赵安甚以为然道 说得没错 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咱们要做 就做食物链顶端的人 元雄笑道 说得对 说得痛快 来 再干一杯 三杯酒下肚 赵安依旧清醒得很 他这才意识到 真眼升级强化他的身体素质 是全面的 不仅是力量敏捷灵敏度 还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和新陈代谢 所以现在别说是三杯酒 就是三斤酒喝下去 赵安都不带脸红的 但是酒这个东西 赵安一向是不怎么爱喝的 平常要喝 也只是偶尔喝点啤酒 或者是红酒 但这种时候都很少 不是一般的常喝 他基本上是滴酒不沾的 也没有养成喝酒的爱好 即使现在发现自己酒量大增 他也没有想灌酒的想法 没有必要 好用斗狠成英雄 也不是他的风格 元雄几杯酒下肚 也有些醉意上涌 从兜里摸出一包烟 抽出一支递给赵安 赵安再次推辞表示不会 这次元雄没再勉强 自己点燃一支 深吸了一口 再重重地吐了出来 元雄说起了他到缅甸的一些往事 说他很小的时候 有一年家乡闹了血灾 地里颗粒无收 就跟着父母逃荒 一路乞讨 听说南边收成好 就一路逃到了南方 运气好一天能逃到一碗米 或者是一碗干饭 运气不好 一家人就只能饿着肚子 后来不知道哪一天 元雄也记不清了 父母就饿倒在路边 把幼小的元雄托付给 同样一起逃荒的陈叔 再由陈叔一路辗转 带他来到了缅甸 赵安息虚道 难怪你对陈叔 有着别样的感情 元雄道 确实是这样 陈叔没有孩子 刚到缅甸的时候 我们人生地不熟的 语言也不通 都是陈叔不顾一切 一口一口地讨来食物 养活了我 说是不能辜负了我父母 对他的信任 其实我父母现在长啥样 我都记不得了 李梓愿道 那你后来有去看过吗 元雄摇摇头 说道 没有 我父母死后 陈叔和我就在路边 跑了个坑 就地也埋了 后来一直食不果腹 就一直没有机会去寻找 后来好了一些 印象就更模糊了 索性就一直没有去找 想来在他们的期望里 只要我过得好 就行了吧 现在的元雄 坐拥五座宝石矿山 资产无算 还娶了缅甸老婆 那个女的赵安见过 叫做珍娜 是个地道本分的缅甸女子 给她生了两个孩子 都送到曼德勒念书去了 今天的元雄 似乎特别的健谈 喝下一口酒 继续说道 后来我们又一路流浪到了蘑谷 听说这里有宝石碱 碱到一颗 就够半年的饭钱了 赵安笑道 这是我听陈叔说过 说你碱到一颗歌血红 卖掉了之后 才有今天的成就 元雄红着眼 盯着赵安 呼得又哈哈大笑起来 哪有这么简单呢 在蘑谷捡宝石 撕混了好些年 倒也能吃上饭 捡到歌血红的时候 我都二十多岁了 跟你现在这么大 那颗歌血红元雄 卖了八千万免币 让一夜暴富的元雄 在曼德勒纸最精迷 沉沦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还是陈叔不远千里 赶过去打醒了他 然后才慢慢地 有了现在的成就 元雄道 后来我就慢慢地 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不能被欲望 影响到自己的本性 总要有意识地 给自己施加一些约束 在摩谷的很多人 都或多或少地会被环境所影响 从一个单纯的商人 变成暴力分子 甚至把暴力 当作解决问题的唯一 就像之前的那批越南老 刚来的时候 特别地谨小慎微 后来就变得贪婪起来 慢慢地开始不守规矩 赵安道 这种人还会有 但我的原则是 我不惹事 但我也绝不怕事 大家相安无事 各发各的财 但有人要越过了我的底线 那对不起 等待他的 将会是雷霆万军的结局 元雄的鞋子踢着地面 有尘土建起 他说道 对 就是这样 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吃过饭 元雄彻底喝醉了 赵安和王冰 搀扶着他回了营地 好在事情已经安排下去 自有监工们负责完成 第二天等他醒来 赵安便向元雄提出辞行 元雄诧异道 你不等着 看剩下的两个矿场开工呢 赵安笑道 你办事我放心得很 何况国内的很多业务 都需要尽快地跟这边对接 我回去的话 会起到督促的作用 而且现在也很方便 坐飞机一下子就到了 也不是特别的麻烦 元雄笑道 那也行 干脆我开车 送你们到曼德勒 于是元雄开车 载着赵安 王冰 李志愿三人 赶往曼德勒 机场告别时 元雄说道 兄弟 咱俩人一见如故 你回去办完了事 可得早点回来 我还等着你再次痛饮三百倍呢 李志愿笑道 下次可就没那么多人 搀扶你回去了 曼德勒有飞春城的航班 但赵安斟酌了一下 还是选择直飞深城 顺便就把元雄送的红宝石 交给爱情柔给卖掉了 飞机上赵安如实地 给这盒红宝石报了关 下飞机后 又在海关缴了几千万的关税 这才顺利出了机场 听说赵安此行又有收获 爱情柔亲自过来接机 佩同的 还有他的二号大密杰西卡 在机场寒暄了几句之后 几人上了车 前往爱情柔的新公司 他的新公司坐落在虹口区 主营的业务 还是珠宝玉器之类的 当然也接受高端视频的预定 到了公司 爱情柔把赵安和李梓苑 带到了惠客室 杰西卡拿着赵安给的红宝石 去一边鉴定估价去了 爱情柔说起了分别后的经历 李老头爷孙俩 现在就和爱志远 暂住在一起 买回来的原石也顺利切开 开出的两块翡翠 全部估价12个亿 分成下来 赵安会分到7个亿多点 这笔钱会分批打到赵安的卡上 爱情柔唏嘘地感慨道 我也没想到 这才分别没几天 你就有了这么大的收获 赵安笑道 别看这次收获颇丰 这可是拿命换来的 一听有故事 爱情柔来了精神 一副洗耳宫廷的样子 赵安笑道 我又不是说书的 干嘛这副模样 爱情柔道 没事 你就随便说 我就将就着听 李梓苑冷哼道 要不我给你讲讲 爱情柔笑道 也可以啊 其实我就是好奇 那么多高品质的红宝石 总不是大风刮来的吧 赵安倾咳了一声 说道 还是我来说吧 于是便把他们 如何揪下元雄 又如何在营地 大败十倍的敌人等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爱情柔感慨道 没想到李警官的身手这么好 就是笔之王兵那样的特种兵 也毫不逊色 李梓苑哼了一声 指着赵安道 我这还不算什么 这个家伙才是真的深藏不露 我都差点被他给蒙在鼓里 你恐怕没见到过 其实我是见过的 爱情柔心想着 说道 是吗 赵先生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的 正说着 杰西卡的鉴定出来了 拿着一张报表交到爱情柔手里 爱情柔看了一下道 还不错 你确定要授权给我们销售吗 赵安笑道 我从来都没有组建销售团队的想法 我只喜欢挖 不喜欢卖 钱是赚不完的 总得给别人流口汤 是吧 爱情柔把报表递给赵安 笑道 也是哦 这批红宝石一共126颗 全部估值一共6亿3000万 我会连同翡翠的佣金 一共14亿人民币 分批词地打给你 如何 赵安粗略看了下报表 说道 行 另外再说一下 现在我在魔谷在开了几次矿场 主要产出就是红宝石 你们公司有能力吃下吗 爱情柔眼神一亮 笑道 以前我总是筹货员 可是自从认识你之后 就再也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但我们的能力你也放心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 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赵安道 那就好 我就不多逗留了 订好了下午的飞机 我们一会儿就赶回江城 爱情柔挽留道 要不留下吃个饭再走也不迟啊 李志愿起身往外走 说道 不必了 吃人的嘴短 赵安无奈搭了大肩 跟了上去 李志愿边走还边给赵安抱怨道 非亲非故的 干嘛这样帮他 赵安善笑道 其实也不完全是帮他 他的能力很强 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李志愿道 我看你是想找个床伴吧 赵安连连否认道 没有的是 除你之外的女子都是红粉骷髅 风一吹就散了的那种 李志愿扑瓷一声笑了出来 又冷哼一声故作姿态地走了 两个小时后 飞机降落在江城机场 由于保时街留在了缅甸的缘故 这次就叫了公司 派了两辆车过来接机 一辆送李志愿回水岸花都 一辆把赵安和王冰接到公司 一走就是半个多月 赵安对公司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的 这种甩手掌柜 对公司强有力的高层来说 是件好事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束缚 可以放心实行自己的决策 但还是有很多事是必须赵安亲自来做的 比如说一开会 徐文倩就提出来了 发公司的问题 赵安有些猛 还有这茶 其实也不怪他疏忽 他也是第一次当老板 算下来也是这样 自从他从坦桑尼亚回来算起 公司成立 他去深城晃游了十几天 筹备鸡血式矿山十几天 然后又一言不合 跑到缅甸晃游十几天 这都逾期半个月了 赵安原本想的是 他给了徐文倩授权 这些小事不用他亲自来 徐文倩却言辞拒绝道 赵总 这个事我真的不能代劳 而且公司不能形成这样的财务制度 我知道你怕麻烦 但是你只需要每月签个字就可以了 赵安无奈道 行 那公司现在账上还有钱吗 邓强道 有的 赵总 坦桑尼亚的矿山已经出产 营收也会在近期结算 鸡血式矿山那边也开始有零星的产出 只是营收还需要一段时间 赵安想了一下 说道 这样吧 这次员工的工资重新计算 基层员工的工资多发20% 作为补偿 另外月孝奖金双倍发放 管理层的工资照发 奖金全部按10万发放 你觉得呢 邓强道 公司现在在职员工75人 资金压力还不是很大 就是税收方面 赵安拿出深城海关开出的红宝石税单道 这个可以抵消一部分税收吧 邓强借过一看 差一道 这张发票完全可以抵税的 如果我们的营收达不到 还有可能退税的 赵安笑道 退税是不可能退的了 营收很快就会大幅度增长 你先去安排计算工资的事情 下班之前要计算完毕 保证今天之内能把大家的工资发下去 还有王斌他们这些我招的人 有计算在公司员工内吗 邓强道 计算在内的 等会会一起计算工时发工资的 赵安道 那就行 你先去吧 把工作安排下去 我们接着开会 邓强去了又回 开门的一瞬间 办公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赵安倾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样为了避免再有这样的事情 我授权一个月内 工资可以提前发放 而且我不在的话 可以找另外一个股东李秋水 来做这些事 徐文倩道 好的 我记下了 赵安继续道 我这次缅甸之行 再次开了三座矿山 主要开采红宝石 所以公司接下来还要继续扩张 要安排人同缅甸的矿山接洽 把那边的产出带回国内来销售 销售的渠道我也联系好了 另外 同江城的军分区联系 让他们帮忙招收一批 22到30岁的退役军人 数量在60到80人左右 用途是作为缅甸矿山的护卫 待遇比照扬帆他们 三座红宝石矿山 徐文倩他们再次被赵安的操作惊呆了 原本以为赵安出去是旅游了一圈 没想到居然又开创了新的产业 而且还是在缅甸那样 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地方 一开就是三个 这下他们对赵氏矿业的信心更加充足了 赵安接着说道 另外 由于缅甸的矿山 是我和当地的一个华人老板合伙 各占50%的股份 这方面的法律条文 你们得给我准备好 下次我在去的时候 派个人陪同我一起过去 还有就是 这批退伍军人 工资由我们公司负责发放 你们要尽快招收到位 我过去的时候 就顺便带过去了 现在那边用的是雇佣兵 我总是不太放心 赵安的理解里 雇佣兵圈子乱糟糟的 黑吃黑的情况比比皆是 把主家卖了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完事了找个小国家一朵 过几年出来照样可以逍遥自在 徐文倩道 赵总还有什么要安排的吗 赵安道 人力资源方面 要做好人才的储备和培训工作 虽然短期内我没有继续扩张的计划 但公司迟早还是要扩张的 而且公司草窗 很多的制度还没有完善 这几天我会和你们一起 研究和制度一套完善的公司制度 另外安排一下 明天同坦桑尼亚的视频会议 最后赵安在同官里曾讨论了一些细节 这个冗长的会议终于开完了 员工工资也终于在赵安的签字下 发放得下去 当他们看到额外多出的奖金时 无不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赵安轻笑了一声 走出了公司 坐在王斌开过来的库里南上 赵安问道 那个拖欠工资的事情 你怎么没有提醒我 王斌善笑道 其实我也忘记了 这段时间我都没怎么花钱 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还真是朴素的可爱啊 回到水岸花都 李芷苑坐在客厅里 还在把玩着在木解释买的石头 看到赵安回来 甜甜的一笑道 我做了饭 你要先吃哪个 赵安搂住他纤细的腰枝 轻笑道 当然是 先吃饭了 吃了一天的飞机餐了 饿得要命 饭后 赵安道 这两块石头 要不明天给你找地方切了 你才知道他们的内在美啊 李芷苑撅嘴道 你们男的 是不是都想着 把人扒光了看啊 这都哪个哪啊 赵安无语道 这是两码事好吧 翡翠的价值 体现在他的肿水和质地 美女的价值 在于爱他的那个男人 爱得有多深 李芷苑眼神玩味 情笑道 我 你说 有多深 赵安坏笑着 把他拦腰抱起 说道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为你铁杵磨成针 李芷苑嫌弃气地 捶着他的肩膀道 坏死了 你都没洗澡 臭男人 一起一起 次日一早 赵安再次来到公司 发现员工的工作热情 果然高涨许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在老板椅上坐下 腿翘在办公桌上 给李秋水打电话 徐文倩的秘书开门进来 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脸色挂着淡淡的微笑 俯身把咖啡放在赵安桌上 露出胸前的一大片雪白 轻声道 赵总 你的咖啡 赵安眼神眯了一下 挥手让他出去 对着电话说道 我说你小子 现在怎么低调得很啊 都没个消息的 李秋水苦笑道 我也不想啊 这段时间 被我爸逼着 下到基层 从基本的流水线操作工作起 我也想整天花田酒地 只醉精迷 但我没机会啊 赵安笑道 难得你浪子回头 今天公司开大会 你要不要过来发表点意见啊 李秋水道 我就不来了呗 你看着办就是 我爸估计是不会放我出来的 赵安笑道 你不对劲 李秋水道 不跟你扯了啊 现场过来了 发现完手机打电话 要扣100块钱的 嘟嘟嘟 挂得倒挺快 赵安倾笑了一下 走到大会议室 昨天约好的视频会议要开始了 一进门 发现人都到齐了 视频也成功连线 赵安走到主位制作下 说到开始吧 几秒的延迟后 视频里的赵海东开口说道 好的赵总 最近一个月 机械仙区联合矿业发展良好 采矿的进度大大加强 蓝宝石和坦桑石也大量出产 根据我们的汇总 比之收购以前的生产效率 提高了400% 预计下个月开始 产量还将大幅度的提高 根据你的指示 低品质的宝石切割后就得销售 合计金矿石矿山的产出 一共销售所得为440亿先令 详细的报表 我已经传真到了公司 另外 这个月采到的VS级和VVS级的宝石 已经打包 通过联邦快递寄回国内 相信不久之后就能收到 赵安清皱眉头 联邦是美国的快递公司 之前有新闻报道 说他在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打压政策中 扮演了不好的角色 赵安道 好的 和联邦快递有签订长期合约吗 赵海东道 目前还没有 赵总有什么指示吗 赵安道 以后就不用联邦快递了 改用EMS国际快递 这个月的成本 以及下个月的预算计算好了吗 员工的工资都如是下发了 没有 我们是中资企业 不要出现压榨劳工的情况 赵海东道 全都如书下发了 并且除去前期的探测设备 由你注资的前提下 开采的成本在30亿先令左右 下个月预计会增加到40亿先令 详细的报表我会整理一下 发送过来 赵安道 行 剩下的370亿先令 就打到我给你预留的卡上 寄回国内的宝石 销售完毕后 属于你的提成 我会安排人转给你们 好的 赵总 还有其他吩咐吗 赵海东道 赵安笑道 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好 对公司有什么要求和建议的 没有 对生活上面有什么要求吗 赵海东愣了一下 却没有立即说 赵安笑道 有什么就直说 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为公司建工地业 公司为你解决后顾之忧 是应该的 赵海东只好腼腆地说道 其他倒还没什么 就是我爱人和孩子 在东北老家那边 我希望公司能帮我妥善安置一下 尤其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赵安答应道 行 这个问题我记下了 回头我会派专人 把你老婆孩子借到江城来 住房和孩子的学校 公司也会给你妥善安排 赵海东大喜 说道 那就谢谢赵总了 赵安把安置赵海东家人的事 交代给了徐文茜 让他派人去完成 并说道 以公司的名义 给他买一套学区房 当然只是给他家人赞助 所有权还在公司 后续随着公司的盈利上涨 给员工的福利也会逐步提高 你们也是一样 然后就公司的福利 公司的制度 章程 以及员工培养计划 展开了讨论和制定 这一讨论就到中午去了 期间赵安收到了好运值增加370亿的提醒 累计达到了500多亿 估计下个月努把力就够升到9级了 中午五见大家都在点外卖吃 赵安皱眉道 公司对员工的工作餐是怎么安排的 徐文茜道 目前都是他们自己点外卖吃 然后公司每个月贴了600元的货是补助 赵安道 那其他公司呢 有时间去CBD的其他公司考察一下 或者你让员工们投票决定 是点外卖还是自己成立一个厨房 我们要做一家不拘长远的公司 要让员工有很强的贵属感 不要怕花钱 这点伙食费我还是贴补得起的 开完了会议 赵安让王斌送他到李秋水家的代工厂 他想看看自己的好兄弟 是不是转性子了 好长时间没见他出来浪了 赵安虽然没有来过 但大概的位置还是知道的 工厂的门卫栏下了 问了一下 赵安胡说了一句 我来找你们李总 商谈一下业务 就给放行了 插下睁眼找到李秋水的位置 只见他真的穿着工作服 认真的做着零不见加工的工作 并且动作还挺熟练 咦 这还是他认识的李秋水吗 这还是立志要当渣男的李秋水吗 怎么转性了 难道他真的要从基层做起 日后好继承他们家的上一资产吗 赵安耐心地看着 果然发现了貌腻 原来这家伙一边工作着 一边同旁边的一个小姑娘 笑嘻嘻地说着话 不时地逗得小姑娘 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这个小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 相貌干净清纯 用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人们常说的初恋脸 这就很符合李秋水一贯的审美了 赵安心里直呼日了狗了 什么踏马的从基层做起 原来还是为了泡妞 不过为了泡妞 放下身段 潜伏进车间 做着普通工人的工作 还是挺令人佩服的 赵安打电话给他 说已经到他们车间门口了 让李秋水过来接一下 李秋水大惊 你过来干什么 没事你来找我干啥 我马上过来 给他的现场告了假 急匆匆地朝门口跑了过来 赵安让王冰把车停在远处 自己则走了过去 李秋水见了赵安 郁闷道 我都说了 我要在基层锻炼 无故请假是要被扣钱的 赵安笑道 是这样公司最近有些入不敷出 我打算出来打工正点外快 贴补一下亏空 你看你们生产线还缺人部 我来给你这打打工 怎么样 李秋水道 你说的是人化部 你这样的爆发户 开个公司跟玩票似的 你还在乎那点亏空 赵安道 嘿 你还真别说 最近咱们公司又开了四个矿场 全都开始投产了 而且坦桑尼亚的矿场已经开始盈利 我是来给你送分红来的 李秋水道 有多少分红 你直接转给我就行了 有必要亲自跑一趟吗 赵安玩味的笑道 有批的分红 我前后投了十几一进去 你的股份被稀释到百分之一都不到了 还分红 李秋水不解道 那你来做什么 专门来消遣我 赵安道 我来看你搞什么飞机 偷偷地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李秋水支支吾吾道 有啥见不得人的 我就是在我爸这里实习一下 熟悉一下工作流程 这家伙还不老实 要不是赵安通过真眼看到了 还真会被他门混过关了 赵安便直接往车间走去 说道 那我看看你的工作环境 看完了 说不定给你下点订单 下毛线的订单 李秋水赶紧拉住他道 你一个挖矿的爆发户 还需要在我这儿下订单 赵安盯着他道 你极力地阻止我 暴露了你要掩盖什么东西的事实 李秋水被他盯得直发毛 只好说道 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看上一个妹子 就跟我一个车间的 行了吧 赵安笑道 看上就看上呗 遮遮掩掩的做什么 搞得我好像要横刀夺爱的样子 然后又道 叫啥名啥 身高三维 滚 别扯那些 李秋水道 我只是不想破坏 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我这次是认真的 哦 浪子回头了 赵安调侃道 不当渣男了 细言细言 李秋水善笑道 这次我真的是认真的 对方很单纯 我也是奔着结婚的目的去的 不是说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就是耍流氓吗 我是真的打算跟他结婚的 赵安笑道 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李秋水道 应该不知道 赵安道 那你这不骗人吗 虽然你的目的是好的 但是 说不定 对方会以为你是故意隐瞒 结果你还里外不是人 你还不如摆名车吗 谈恋爱就谈恋爱 遮遮掩掩的干什么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你那套 李秋水沉默着 似乎在下着什么重要的决定 赵安也没说话 只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 忽然李秋水脱掉蓝色粗布的工作服 冲到车间里面 关掉女孩的机器 在他的嘴上重重地吻了一下道 周佩春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这个叫周佩春的女孩 脸蛋瞬间红成了苹果 支支吾吾道 可 可是 我只是想安心地挣点钱 供我弟弟上学 这你马是个伏地魔 赵安一拍额头 吐槽道 又是狗血电视剧的套路 李秋水可不管这么多 把现场叫过来 问道 知道我的身份吗 现场笑道 知道 少冬家 李秋水得意道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可是换来的却是冷漠 不装了 这个厂就是我们家开的 我 富二代 我摊牌了 车间内的工人们面面相去 和这这段时间以来 你除了隐藏了身份外 你装的还少了 你一来就上窜下跳的 还想泡我们长花 当我们眼瞎啊 李秋水显然很满意大家的表情 说道 现在我们车间 放半天假 可以不 现场立马大声喊道 少冬家说了 大家忙完手里的零件 就可以下班了 考勤照算 车间里总算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李秋水得意地拉着周佩春就往外走 路过赵安跟前的时候 说了句 谢了 兄弟 二人一直走出大门 李秋水的车就停在门口 上了车 一六言走了 最后还是王冰机灵 把车开到赵安面前 赵安但笑着上了副驾驶 沉默着 好半天才自言自语道 切 有异性没任性 滚一边去 王冰问赵安道 要跟上吗 赵安笑道 算了 由他去吧 走 去施礁 我要切块石头 他早上的时候 就把从木解释买回的那块 黄斐原石 带了出来 打算找机会 把他给切了 切出来的翡翠 找地方掏两个镯子 或者是雕个小百件 也是可以的 翡翠这东西 不切出来 基本就是毫无价值 或者说没人能肯定他的价值 赵安指的地方 是他来过一次的切石场 他第一次赌石 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懂得 原来钱还可以这么挣 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懵懂无知 逐渐走向成熟 他亲眼见到 同样的金矿石 在他手里就只能按金价卖 爱情人欧专手 就一番四倍的价格卖出去 一块无人问津的石头 自己五十亿万买下来 切出来就能卖三千七百万 这些事物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识过的 还是那句话 贫穷限制了人的想象力 所以赵安真正的蜕变 不是从获得真眼开始 而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到了地方 赵安向老板表明了来意 支付了五百块钱 石场老板安排了一台机器 和一个工人师傅 配合他完成切石的工作 工人师傅按照赵安华的线 挤刀下去 一块高冰种的黄匪 就呈现在赵安面前 再小幅度地修了一下边角 赵安满意地带着黄匪的毛皮回去了 准备去市局 借上李芷苑 回家一起欣赏从缅甸带回的收获 谁知道刚一到地方 在警局院墙的拐角处 李芷苑的车正被人别着 恼怒的李芷苑也被一群人围着 正接受别人表白呢 李芷苑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一个面容白净 头发梳得油头粉面的男子 手里捧着一捧红蓝相间的玫瑰花 正单膝跪地地对李芷苑 进行着深情款款的表白 表白李芷苑都还可以理解 但这些人故意别她的车 强行堵住她表白 就让她接受不了 怒气直蹭蹭蹭地往上涨 美女 你就答应她吧 张伟是真心喜欢你的 是啊 美女 张伟这几天为你朝思暮想的 人都不知道受了几斤 就是就是 她为这一天都准备了好长的时间 你一点机会都不给她 我们才出自下策 堵你的车的 要怪你就怪我们吧 这个叫张伟的狐朋狗友还挺多 一个个的都帮着她说话 叫李芷苑答应 可是李芷苑的愤怒 已经到了爆发边缘 他们还不自知 还在一个劲地说 美女 行不行 给句话啊 人张伟都跪很久了 这么跪着也不是个事啊 对啊 当个警官了不起啊 傲娇得很啊 滚啊 李芷苑抬起一脚 把张伟手里的捧花踢到空中 在花即将落地时 又是一个弹腿 一脚给踢了个稀烂 碎裂的花瓣漫天飘散 成了李芷苑绝美的背景 张伟 李芷苑怒目圆瞪 呵斥道 上次我就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还一而再 再而三地前来纠缠 真当我没脾气不成 怨怨 你在骗我是不是 张伟一脸的不信道 你要是有男朋友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 除了我还有谁配得上你 对啊 美女 你别不是骗人家张伟的不是 就算是要拒绝 也不要说这么狠的话呀 就是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吗 李芷苑没想到 这群人这么无耻 而且自己都发火了 这个张伟竟然还在 不依不饶地追问 当即就要出手 狠狠地教训这些家伙 可他刚举起拳头 就被看不下去 冲下车的赵安抓住了手腕 刚要回身一个反打 就见到赵安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李芷苑没想到 赵安会出现在这里 眼里的愤怒消散了一些 取而代之的是 一丝丝尴尬 还有一丝修脑 他不想让赵安看到 赵安冷声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么多人围着我女朋友 是想怎样 你谁呀 就说是你女朋友 就是以为跑这里英雄就没来的吧 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赵安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说道 我叫赵安 李芷苑的正牌男朋友 赵安没听说过 你说实就是哦 我还说她是我女朋友呢 啪 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最后说话的那个人 捂着半边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赵安 他没想到 自己这边人多失重的情况下 赵安居然还敢当众动手 那人悲愤不已 被人当众打耳光 觉得是奇耻大辱 口中呼喊道 你敢打我 兄弟们一起上 弄死他压的 一群人蜂拥而上 赵安也准备出手 狠狠地教训这群 羞辱自己女朋友的混蛋 李芷苑也须事待发 决定有事和赵安一起扛 干什么 一声力喝 在准备斗殴的众人耳边响起 只见一身制服的李政国 出现在路边 恼怒之色 布满了一张老脸 警局门口斗殴 李政国喝道 蹲下 全都给我蹲下 双手抱头 穿着制服的李政国一脸威严 言辞之中 仿佛有着莫大的效力 这群刚才还很嚣张的人 立马尾了 双手抱头 蹲了下去 只有李芷苑同赵安站立着 李芷苑青跺脚娇声道 爸 就是这个张伟 我也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这都第三次了 还在纠缠我 张伟看着李政国善笑道 李叔叔 李政国不吃他这一套 立声道 张伟 我现在穿着制服 你应该叫我李警官 或者李副局长 你爸也是副局长 就是这么教导你的 张伟忙道 不是不是 李副局长 我是真心喜欢怨怨的 没有要逼迫的意思 李政国道 那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他们 张伟无奈道 他们 我不认识 不认识 李政国冷笑道 那正好 这些人我要带回警局询问一下 人群一哄而散 就要准备跑路 赵安李只愿演技熟快 一人抓住两个 李政国也抓住一个 剩下两个跑得快的 眼看就要跑远了 被下车的王兵一把抓住 双双擒了过来 几人压着一众混混 送到警局里盘查去了 姓名 李只愿重新换上警服 走进审讯室里 问话道 这人正是刚才挨了赵安一巴掌的男子 此时又像个滚刀肉般 吊二郎当的的坐在那儿 问他话也不回答 李只愿脸色微怒 再次问道 姓名 那人还是那副德性 眼神轻挑地看着李只愿 好似在说 我就不说 你能把我怎样 这人到了警局的审讯室 反而不慌了 好似有什么依仗似的 果然 李只愿不说了 他反倒是说了起来 没招了吧 有本事来打我啊 李只愿缓步靠近着 坐视欲打 这人脸色一变 连忙双手抱头 可是李只愿的拳头 没有真的落在他身上 这却反而让他更加得意了 笑呵呵道 不敢是吧 我告诉你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有你好看 李只愿没理会他的得意 回到审讯的位置上 好整以侠地喝了口水 说道 刘继辉 我是在给你机会 这个叫刘继辉的男子 脸色微变 呼得又强自镇定道 哟 知道我名字又怎么样 我又没犯事 你凭什么抓我 这人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李只愿淡笑了一下 说道 实话跟你说吧 其他人都没啥事 十分钟前就已经全都放了 唯独你 有事 刘继辉的脸色再次变换了一下 但还是强自镇定道 呵 我有事 我有啥事 李只愿道 你也不想想 这其他人都放了 只单单留你一个 那是为啥 刘继辉道 为啥 李只愿呵呵笑道 因为 有人说了你的事啊 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刘继辉 破为硬气道 我有啥事让人说的 我 我行的正 做的直 我跟你讲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李只愿那会被他给威胁了 冷漠地盯着他 一直盯到刘继辉心里直发毛 眼神躲闪 这才缓缓地说道 你说 我若是没有充分的证据 我会扣着你不放吗 你实在不愿讲 那我来替你说吧 故意顿了一下 又缓缓地说道 但我一旦说了 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这是你最后的一次减刑的机会 刘继辉 你坐过牢吧 还记得坐牢的滋味吗 刘继辉脸上畏惧之色闪过 低声说道 没有 我不知道 不记得 我不知道 砰 李纸愿重重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沉闷的声音在审讯室里回响 刘继辉被惊地打了一个机灵 呆滞地看着李纸愿 李纸愿立声道 还不从十招来 刘继辉快要哭了出来 满脸痛苦地说道 我说 我说 那天 从刘继辉这里得到了口供 李纸愿冷声说道 在这里待着 我一会还有事问你 走出审讯室 关上了门 立马就有警员上来奉承道 李队 真有你的 三两下就让这个人吐得一干二净 李纸愿淡笑道 这还得感谢我们新装的人脸识别系统 不然那个刘继辉没那么快崩溃 而且这个人 最开始我就看出他色力内人 也是最容易突破的点 警员继续问道 那其他人呢 李纸愿道 其他人就交给你们了 有了刘继辉的口供 这个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好的好的 警员感激替领导 谢谢领导再陪 李纸愿笑马道 赶紧的 我还等着下班呢 李队长 还没下班呢 正说着 有人呼喊李纸愿道 他回头一看 笑道 何队 可别这么叫 我可还是你手底下的兵呢 何队长笑道 怎么回事 刚才我不是看你下班了吗 李纸愿有些郁闷地说道 张伟 趁我下班了 找了几个小混混读我 正好被我爸看到 就把这几个小混混带到居里问话 谁知道这些人里面 有几个是有前科的 张伟 何队不解道 哪个张伟 李纸愿脸色古怪 伸出食指做了个向上指的手势 何队窝了一声 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然后又说道 这些人具体犯了什么事 李纸愿道 据刚才这个刘继辉交代 他们中的几人 在上个月 从酒吧带回了一个女孩 轮流地实施了侵犯 并拍下视频和照片威胁 何队长沉吟了一下 说道 找到他们说的视频和照片 做是他们的罪证 送检方提起公诉吧 李纸愿立正说了声 是 何队长方正的脸露出笑容道 不用这么严肃 这个事 只要证据确凿 公事公办的就是 谁也不能指责什么 李纸愿笑嘻嘻道 就是 有老大照着 就是这么方便 何队长道 你哪需要我照着 你年纪轻轻 就坐上了副队长的位置 靠的是你的真本事 再说了 我这小小的队长 可关照不了你 不是不是 李纸愿急道 队长平常对我照顾挺多 行了 何队长笑道 赶紧搞定这堆破事 你男朋友还在等你呢 赵安在干嘛呢 他在李正国办公室喝茶呢 把那些混混 扭送到审讯室后 赵安便厚着脸皮 跟着李正国 到了他的办公室 洗刷了一下 李正国的茶具 给他泡上一杯茶 自己也整上一杯 用的正是赵安 上次送的录安刮片 赵安努力想找个话题聊一下 比如跟李正国 谈谈缅甸的保时矿山啊 招收退役军人 成立保安队伍啊 结果没聊几句 就发现话不投机 于是这位来翁旭俩 只好一个看报纸 一个玩手机 打发时间 尴尬的一批 想走吧不太合适 不走吧 自己也感觉不得进 直到李志愿搞定收工 进来才拯救了二人 李志愿看到面面相去的二人 一挑眉道 你说这些人 其实不跑的话 可能还没什么事 这一跑 就说明心虚 那就肯定有事 你说是吧 爸 李正国哼了一声道 你妈做好了饭 叫你们回去吃 在李志愿家里吃过了饭 几人坐在沙发上聊着天 赵安问道 那个叫张伟的是什么情况 李志愿气闷道 什么什么情况 你不都看见了吗 那就是一个被家长宠坏的纹裤子弟 我一直都没给他好脸色看的 就他还在一直纠缠我 我也没什么办法 沈一秋道 我看这个张富菊也是 教子无方 老李 你那天给他提个醒 我沈一秋也不是好惹的 那个张伟在出现今天这样的事 别怪我上市局去找他麻烦 李正国板着个脸 嗡了一声 没说话 沈一秋见状 说道 你倒是说句话啊 嗡一声 算几个意思 李正国撇了撇嘴 说道 知道了 我回头看到他 跟他说一下 这个张伟长期这样下去 确实也不是个事 沈一秋这才满意的点头 又对赵安说道 赵安啊 这个是阿姨给你做主了 保证不会再让这个张伟 再来骚扰圆圆 赵安笑道 阿姨 没事 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是我和圆圆在缅甸买的原石 我下午把它切出来了 这就是切出来的翡翠毛坯 你看是做两个手镯 还是做成百件的好 沈一秋接过赵安送的黄翡 欣赏把玩了一下道 真漂亮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黄色的翡翠 赵安笑道 其实我也很少见 后来我查了一下 原来古时候最开始翡翠 是一种鸟的名字 后来古人又把红色的翼叫做翡 绿色的叫做翠 合起来就是翡翠 再后来延伸到对彩色的玉石的统称 沈一秋感慨道 原来古人也是这么浪漫 用鸟的名字来为玉石命名 但是这个太贵重了 阿姨不能要 赵安道 阿姨 你别看这块毛坯是高兵种的 其实买的时候也没有花多少钱 我记得才花一万块 是不是 李指愿道 对对对 我当时看上面的花纹好看 就买了 没想到里面长成这样 沈一秋笑道 不管你们买的时候花多少钱 哪怕是捡的也不行 拿回去吧 阿姨真的用不着这些 赵安无奈 只好收了起来 说道 那个阿姨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沈一秋道 要不就在今天家里住下了 家里还有多余的房间的 李指愿推着赵安出门说道 哎呀 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先走了先走了 沈一秋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丫头 瞎起什么哄 回到水岸花都 赵安跟李指愿打去道 没想到你在警局这么受欢迎 整得我都有危机感了 李指愿倒在赵安怀里 不屑地说道 这才只是一小撮好不好 我认识你之前 警局追我的人就有一大把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没看上 结果便宜你小子了 赵安笑道 这就叫做缘分 你命中注定就要跟着我 有什么办法 呸 李指愿嫌弃道 我那是酒后乱性 才误根了你 后来想想这样也不行 我得对你负责 不能做始乱中期的事情 不道德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 还把自己给逗笑了 赵安也笑了笑 说道 就是你说我当时 多么纯情的一个小男生 要不是你勾引 怎么会上了你的贼船 现在想想 赚大发了 李指愿翻身过来 一脸坏笑地贴着赵安的脸道 你现在跟我这说什么纯情 你个老色批 老司机 赵安一把抓住他的要害 坏笑道 那我可就要开车了 夏天的夜空里 布满了星星 明亮的 灰暗的 激进的 像是沉默的汪洋 直到一颗彗星 拖着长长的彗尾 划破夜空的宁静 给激进的夜空 激起了一丝涟漪 有了一些光和热的动荡 在黑暗中展现炸裂的姿态 勇猛而又一往无前 星海里不再激进无波 群星也争相着闪烁着光芒 有时一两颗 有时是一连串 欢喜的 狂悦的 急促的闪烁着 好似不单让彗星争夺 绽放的权力 蒸灰的群星 把激暗的夜空都照亮了一角 灾乱的 喧嚣的 忽地 惠伪的余光燃尽 群星嘲笑似的轻颤了几下 回归了原位 依旧高傲的微笑 仿佛自己就是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隔天一早 赵安如常地赶到了公司 他现在还没有继续扩张的计划 公司的人力资源 也跟不上他扩张的脚步 再说了 地里的宝贝就躺在那里 什么时候去挖 都是可以的 不如趁此机会 继续地完善公司的各项制度 讨论一下有益的方案 或者他感觉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 也提出来 大家商讨一个可行的改造计划 力求让自己心目中的公司 趋于完美 总之一句话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到了公司 还是老样子 老板以上依靠 玩玩手机 刷刷抖音 看下各种精彩的段子 以及玩了心情愉悦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徐文倩的秘书 照例给他送来一杯咖啡 挺好 昧而不色 规规矩矩 赵安觉得自己 也没有必要配秘书 一方面是他本身 也不常在公司办公 配了也是浪费人力资源 其次是觉得没有必要 有时直接传达给公司高层 让他们看着办就行 要是做不好 换个人做就是 多简单 到了开会时间 与会人员也都到齐 徐文倩就开会的主题 也就是改善改进 公司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公司制度 谈到企业文化 到员工的培养 和人才引进计划 再到如何调动员工的 积极性说了一大堆 让赵安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觉得他无愧于 哈佛才女的名头 赵安接着说到 员工的积极性 还来自于完善的公司福利 还有我让调查和统计 关于工作餐的事情 完成没有 徐文倩道 根据汇总CBD的其他公司 有七成是自建食堂 我们的员工也有超过八成 赞同公司自建食堂 赵安道 很好 那就顺应免疫吧 赵安笑道 那就拨款 自己建立一个 其他分公司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把这项措施落实下去 徐文倩道 好的 我会尽快落实的 相信这样下去 不管是普通员工 还是公司领导 都会增强自己的责任心 做事尽心尽力 以主人公的身份和态度 积极投入工作中去 赵安笑道 这就是我的根本目的 我们要做一家强大的 让人仰望的公司 离不开各位的京城团结 公司也不会辜负各位的努力 另外会议结束以后 你联系一家江城高档一些的酒店 按照员工的人数 定上几桌 晚上的时候 我请公司所有人一起吃个饭 徐文倩惊讶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正常说道 好的 我记下了 不过聚餐的形式 你是要中餐 西餐 还是自住 赵安想了下 说道 中餐吧 西餐我还吃不惯 而且也别包几桌了 直接包圆了 给这家酒店交代好 今晚上只为我们公司服务 才是你们随便点 给你们一个载我的机会 开完了会 赵安正好收到爱情柔的搭款 这次支付的是4亿人民币 还有10亿没给 爱情柔表示 会在一个结算周期内打过来 同样也收到了好运值 增加4亿的提醒 不过相对于1000亿的小目标 还差之甚远 但也没关系 虽然不知道9级会增加什么新的技能 但就目前来说 完全够用了 徐文倩当众传达了公司的新章程 也顺便把赵安请客的消息透露给大家 赵安在办公室就听到了 外边传来的热烈的欢呼声 看来大家对老板请客这件事 那是异常的兴奋啊 就连中午点外卖吃的都少了很多 这是要留着肚子 晚上好吃个够吗 滑稽 下午的时候 赵安就窝在办公室刷手机 不时的有人过来应骗 也有人立资源部的人负责 正当赵安玩得起劲时 突然门开了 徐文倩带着一个穿军装 肩上扛着两毛四星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赵安连忙把脚从桌子上拿下来 走上前去迎接 徐文倩介绍道 赵总 这位方大校是江城军分区的司令员 听说你有招收一批退伍军人的打算 所以亲自来跟你商谈一下 赵安伸出手 说道 方司令亲至 赵安深感惶恐 有什么事电话通知一声 我过去就行了 来来来 方司令 这边请 方司令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说道 职责所在 方某也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赵安邀请方司令 在会客沙发上坐下 徐文倩亲自泡了两杯茶 放在茶几上就出去了 方司令开门见山道 我叫方地伟 是江城军分区司令 之前你们公司来人 说想招收一批退伍军人 正好现在是退伍纪 军队上有大批的 退役军人需要安置 但今年的就业状况不太理想 我也特地找人打听了一下 你们公司的情况 知道你们是做宝石矿开采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地过来考察一下 看看你这里 能安置多少退伍军人 赵安笑道 那还真是巧了 方司令 实话跟你说吧 我最近刚在缅甸 买下了三座红宝石矿场的开采权 我的合伙人倾向于招募雇佣兵 但我跟他说 国内退伍军人的战斗力 别说比雇佣兵 就是比起国际上 很多国家的士兵 都要高出一大截 并且忠诚度也要好得多 方地委面有傲瑟道 确实如此 我们的人民军队 一向是敢打胜仗 也能打胜仗的一流军队 我们的士兵 即使是退伍了 也只是为了满足军队更新换代 以及转型的需要 并不是军队淘汰了他们 赵安复和道 说得对 方司令 我就是这样给我合伙人讲的 所以他就委托我 回来招收一批退伍的弟兄 帮助我们守护我们的财产 方地委喝了一口茶 缓缓地说道 哦 这么说来 赵老板生意做得挺不错 赵安笑道 其实一般般 目前在国内 就只有贵省开了一个鸡穴式矿山 目前还没有看到盈利 唯一盈利的是坦桑尼亚的五个矿山 不过预计也要到年底 才能收回成本 我的缅甸合伙人虽然入了缅甸籍 但他的本质还是华人 也更愿意相信华人士兵 只是一起一直没有机会 方地委沉吟了一下 说道 之前你们报告说 要招收60-80人 我觉得太少了 你完全可以再多招一些 赵安道 方司令希望我们能招多少 方地委道 至少200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建议你招收500人 赵安面露难色 说道 方司令 我整个公司的员工 目前都还不到100人 而且我也没有 更多的矿山来给他们守卫啊 方地委道 没事 我看过你的履历 你发迹到现在 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 依照你的扩张速度 迟早用得上的 而且你在坦桑尼亚 有五座矿山 一座矿山安排20人 就是100人了 有什么难的 赵安沉吟了一下 说道 那就招收200人吧 缅甸那边安排一批 坦桑尼亚安排一批 方地委道 你听我的 这次一次性接收500人 我可以给你公司 申请一个双用模范单位 赵安呜呜了一声 笑道 这样吧 方司令 正好我们公司员工聚餐 方便的话 我们一起吃个饭 边吃边聊 我还有很多问题 想向你请教 方地委道 也行 为了战士们的安置工作 我就豁出去我这张老脸了 赵安笑道 方司令严重了 请 赵安公司聚餐的地方 是徐文倩找人订的 名字叫做江城大酒店 这地方赵安来过一次 还记得里面的烤羊排 特别好吃 赵安坐着王冰驾驶的库里男 方地委坐着军分区的猎豹 跟在后边 车子很快到了地方 赵安同方地委 一起走进了酒店大厅 不过刚一进去 就看到了 令赵安不爽的一幕 什么叫位置定完了 今天哥们好不容易请回客 你跟我说位置定完了 谁这么牛批 能把江城大酒店包下来 这个说话暴跳如雷的人 赵安刚好认识 正是在街上堵住离止院车 要强行表白的张伟 这个张伟 此时正带着几个流里流气的人 对着江城大酒店的大堂经理 大吼大叫着 而这几个流里流气的人 赫然正是昨天被李正国他们抓进警局的刘继辉等人 赵安就纳闷了 这伙人不是证据确凿 被拘捕了吗 怎么还出来晃荡了 而且还跑到赵安定下晚宴的酒店 仨也来着 江城大酒店是江城数的上号的五星级酒店 不然也不敢以江城二字命名 而来这里吃饭的 基本上都是社会名流 非富即贵 在江城数一数二的人物 而且他的背后 肯定也有着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所以开店几十年来 还很少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所以大堂经理说话也是不卑不亢 语气淡然 先生事实就是这样 虽然很抱歉 但是请你理解 张伟觉得自己的面子挂不住 愤怒地叫嚣道 老子理解不了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你让他来跟我说 虽然大堂经理权力没有经理大 但在大堂这一块 大堂经理的职权还是挺大的 大堂经理依旧平静地说道 先生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影响到其他客人 否则我只能叫保安 把你们请出去了 张伟气急返校 冷声说道 好啊 我看你们谁敢 你他妈的 不知道我是谁吧 一旁的刘姬辉也趁机道 你不认识张绍 也该知道张绍他爹吧 他爹可是是局副局长 也有人附和道 就是 你还是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不然我们就投诉你 说你们江城大酒店 店大七客 大堂经理脸色不变 抱歉张绍 请你们出去 张伟没想到自己这边 都抱上他爹的身份了 却依然不好使 脸上削涩上涌 撸起袖子就要发作 张伟 一个浑厚的声音叫做了他 谁叫我 张伟私下看了下 看到赵安的方向 脸色突变 唯唯诺诺地叫了一声 方 方 方伯父 刚才叫住他的正事 同赵安一起来的方帝伟 方帝伟板着脸 走上前来 说了四个字 滚回家去 张伟不愤道 方伯父 是他们欺人太甚 他们 方帝伟打断他道 丢人鲜眼的败家玩意儿 我说滚回家去 张伟还是没听明白事的 硬气道 凭什么滚 我好心请弟兄们到这里吃饭 是看得起他 啪 方帝伟重重的一个耳光 落在张伟脸上 张伟捂住半边脸 难以置信道 你 你打我 方帝伟眼神轻蔑道 打你怎么了 别说你了 就是你爹 敢在我面前逼逼叨叨 我也照打不误 张伟愣住 艰难地消化着方帝伟话里的信息 方帝伟再次立合道 还不滚 张伟终于觉得形势不由人 赶紧带着那些小混混 灰溜溜地走了 只是临走时 还眼神怨毒地看了赵安一眼 赵安一挑眉 心道 妈的 最好别来惹我 惹火了我 连你爹一起干掉 笑呵呵地对方帝伟道 怎么 方司令认识 方帝伟无奈摇头道 他爹以前是我手底下的兵 之前曾带他来拜访过 没想到是这样的德行 赵安道 人有欠面 方司令不必介怀 走吧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包间 我们接着畅谈 包间里 方帝伟依旧强烈建议赵安 一次性招收500名退役士兵 至于原因 方帝伟则没有说 赵安其实也挺纠结 一方面自己也确实想招一批 退役士兵来为自己服务 另一方面 500人也确实太多了 自己也没有这个时间精力来管理 他说道 方司令 其实500人我倒也是能养得起 可是你也知道 我的主营方向是保时矿山的开采和经营 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这么多人 而且我的能力也驾驭不了这么多人 方帝伟笑道 这个没有关系 这批人自带管理层 也有着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你放心使用便是 赵安眼神一瞇 回过点未来 随即笑道 那这样的话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方司令以后 可得对我肇事矿业 多多照服 方帝伟含笑道 这个简单 好说好说 接着赵安便同方帝伟边吃边聊 其实都是赵安在说 方帝伟吃得很少 酒也是一滴不沾 话更是说得不多 有着锡字如金 守口如瓶的意思 差不多时候 方帝伟就告辞了 临走时对赵安说道 赵老板 你是个明白人 以后江城官面上 有摆不平的事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赵安笑道 那我就谢谢方司令的照服了 方帝伟一走 公司聚餐的气氛才刚刚起来 公司各级员工 还有领导层 纷纷嚷嚷着 要向赵安敬酒 赵安虽然现在酒量大涨 但酒这东西 一直就提不起兴趣 所以就全都拒绝了 只是吩咐他们自己喝好就行 自己则在一旁 搜索着方帝伟的相关信息 可是网上对他的信息 基本没有 这人让赵安有些 无从下手的感觉 毫无头绪 赵总 我们先走了 员工们吃好喝好 纷纷同赵安打招呼 三三两两的告辞离开 赵安告诫道 路上注意安全 喝了酒的 千万不要开车啊 就怕有人会重点盯着你们的 全都给我交代价 明天来公司报销 记住了吗 赵安能察觉张伟对他的记恨 难免不会耍什么阴招 所以提前给员工们打好招呼 免得被人坑了 知道了 赵总放心 这点意识我们还是有的 一群人勾肩搭背地往外走去 边走还边聊着之前没说完的话题 赵总这么年轻 就创下这么大的公司 就冲他这么大方的劲头 咱们也愿意好好跟着他干啊 就是原先我还以为公司会拖欠工资 可是前几天工资奖金一起发下来 我都惊呆有慕有 现在看来 咱们公司还是大有前途的吗 保时矿的利润之高 就跟地理捡钱似的 听说最近赵总又在缅甸收购了三处矿场 还是专彩红宝石的那家伙 一颗VVS级无烧歌血红 可是价值好几亿 员工们的话语清晰地传到赵安耳朵 让他不由得哑然失笑 相信这帮员工以后工作起来 会更加的认真吧 方地伟你不认识 但他哥你一定知道 回到水岸花都 赵安向李芷苑说了方地伟的事 顺便向他打听一下 方地伟的信息 他哥又是谁 赵安不解地问道 李芷苑呵呵笑道 他哥就是方卫国 现任的某军区司令员 我靠赵安一听这个名字 就瞬间明白了 这可是一个狠人 也是个超级牛X的任务 前些年他还是某集团军军长的时候 因为一个水杯的事件 引来了全网的叫好 人们对他的当时的作为 无不是赞不绝口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 起码是几千万的点赞 几百万的转发的盛况 后来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 把这个事件改编上映 都获得人们的称赞 实在是老百姓对黑恶势力深恶痛绝 这有人替他们出了这口恶气 还不赶紧拍案叫绝 拍手称快 那这事就有意思了 赵安便把刚才方地伟找他 并要求他招收五百名退伍士兵的事 给李芷苑说了一下 李芷苑轻皱眉头道 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是上级有要求 你招办就是了 多的你也别问 赵安笑道 只能这样了 对了 昨天那帮人不是已经拘捕了吗 怎么今天我还看到张伟 带着他们出来晃悠 李芷苑没好气地说道 取保候审 张富菊批的 他们的量刑不够 我们也拦不住 赵安诧异道 那他们岂不是 依旧可以逍遥法外 怎么可能 李芷苑道 现在人证物证都找齐了 这些人自己也招工了 只是让他们逍遥几天罢了 该坐牢还是得坐牢的 赵安笑道 那还差不多 李芷苑眼神古怪 从背后掏出他买的那块石头道 怎么回事 这块石头不是切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赵安打了个哈哈 说道 切的是我后来挑的那块啊 你的这块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我怎么敢切 李芷苑冷哼道 合着你早就知道 这块石头没什么价值的吧 还故意挑了块高品质的来气我 赵安笑道 什么价值不价值的 不都是块破石头 你看得起它 它就有价值 你看不上它 它的本质不还是石头 对不对 李芷苑开心起来 把石头丢在沙发上 搂住赵安的脖子撒娇道 你说话真好听 来 再说个五毛钱二的 赵安搂住他腰笑道 宝 我今天都想你了 李芷苑笑道 还差四毛钱的 第二天 李芷苑照常上班去了 赵安只好一个人待在家里 叫家政打扫了一下卫生 购置了一些生活物资 等等一些杂事 下午的时候 方地伟打电话来 通知赵安 人员已经集结好了 让赵安过去接收 赵安心里也紧张了一下 这么快 感叹着方地伟的效率 赵安连忙叫王斌开车 在他到了军分区 去了之后就看到军分区大院里 站了乌鸦鸦一群人 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 一个个穿着变装 依旧显得都精干无比 就是头发有些乱糟糟的 显然是刻意留的 方地伟见了赵安 让他到办公室说话 赵安关上门 笑道 方司令 准备得很充分啊 方地伟难得笑了笑 说道 多的你也别问 这批人 你想办法带到缅甸 就安置在你的矿山上 当守卫也好 捡矿石也好 管好三顿饭 我这里就给你算大工一件 赵安笑道 哪能真让他们去捡矿石啊 到地方我还得给他们 好吃好喝供应着 我还指望他们 好好给我工作 创造价值呢 是吧 方地伟点点头 说道 他们的人品 你可以绝对放心 不用担心 会窝藏你宝石的事情 一个星期内 搞定这事 有问题吗 赵安道 没问题 你先让他们自行赶到 滇缅边境 我会跟我的合伙人 商量一下 让他安排人 在那边接应他们 方地伟道 可以 这是要秘密进行 确保万无一失 知道了 赵安说道 回去之后 赵安便给元雄联络了一下 表示招到了五百人 问他矿山上吃的下不 元雄笑道 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我们加起来 一共有八个矿山 一个山头丢四十人 轻轻松松 赵安道 还有就是一个运输的问题 这么多人 想带过去 还不能大张旗鼓的 很有难度吧 元雄道 其实也不是太大 我花点钱 可以直接在送菜那里 接上十多辆车 有了送菜背书 路上也能够免掉很多麻烦 赵安笑道 那我就放心了 又商量了一些细节 二人才结束了通话 晚上等李指苑回来 赵安便给他说了 在入缅甸的事 李指苑笑道 你尽心地去做就行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第二天一早 赵安便带着王冰 坐飞机赶到了勾芒 在勾芒 见到了方地伟安排的联络人 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男子 据他自我介绍 赵安得知他的名字 叫做高强 高强开了一辆二手的哈佛车 一边开车 一边跟赵安说话道 我们的人已经到了甸缅边境 而且已经过了华夏这边的边检站 赵老板接应的人 什么时候能到 赵安道 我跟对面约定的时间 是中午两点 我们赶过去的话 应该差不多就到了 高强拿出手机 发送了一串数字 便不再说话了 赵安原本以为 高强这样的精兵 遇到同样是汉将的王冰 会有很多的交流 说不定还能碰撞出点火花 谁知道全程高强都一言不发 王冰也默契的眼神 都没有交流一下 至少你们俩 聊点女人也行的啊 当兵三年 母猪都在貂蝉了 就不能交流交流心得体会 还是女人真的能影响 你们开车的速度 请不吝点赞 车 keep